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联合国在2013年订定这个国际日的初衷是为爱资人群不再受到歧视发生 然而这个日子所主张的用宽容 理解 尊重与信任 消除歧视 偏见和恐惧 传达对人的尊重 关爱与祝福 适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灵骑士日强调所有人都有免遭歧视的权利 因为社会出现越多歧视的纷争 就会削弱了公正平静的氛围 实现灵骑士需要每个人改变观念做法 人人杜绝歧视 社会才有公平与正义 这也切合了今日线上论坛的主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观赏主办单位 太极门掌门人继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洪道子博士的致辞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联合国国际临期四日 透过线上论坛 让我们共聚一谈 此继任日 起始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 结束世界各地继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包括收入 性别 年龄 职业 残疾 性取向 种植 阶级和宗教信仰的各种不平等 由于全球70%以上的人口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 造成社会分裂的风险与冲突提升 危机伺服 严重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健全发展 因此 国际临期四日 通过全球性的活动 呼吁世界公民团结合作 终止所有的歧视 促进正义 平等 包容 同理与和平 社会出现越多歧视的纷争 就会削弱公正与安宁的氛围 尤其是结构性的歧视容易被人们忽视 但在社会各种制度上 有意或无意间表露出阶级歧视 如此歧视与不平等的累加作用 让原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个人及群体 落日更艰难的处境 产生歧视最大的原因来自于误解与成见 因此 实现临期四需要每个人敞开心胸 愿意理解与接受差异 改变观念 调整作法 人人杜绝歧视 才能实现包容的社会 社会才有公平争议 如今 全球被您各种生存考验 尤其新冠疫情持续在各国不断延烧 不仅医疗体系受到极大挑战 因防疫所需进行隔离与停工停课 也产生了经济 教育 社会安全等各种危机 原先较弱势的社会结构 在面临环境的聚变后更需脆弱 政府不仅需要加强医疗保健 更需要关注弱势与边缘化社区的需求 同时也必须努力消除极端的贫穷与饥饿 直指歧视发生 全球不平等将影响所有人 受歧视者内心的不平衡影响身心健康 产生互变效应成为潜在的社会问题 当导火线被触发 容易产生悲剧与安全危机 影响的范围扣及全球 无论我们是谁 或者来自哪里 世界公民本是地球村的生命共同体 人人都有责任保护每个人的尊严与权利 为了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 各国必须放下成见 团结合作 消弭歧视与不平等 要达成处目的 必须唤醒每个人内在的良心 良心是一盏灯灯 指引人们通往正确的方向 在混乱的轴势之中 找回纯真自然的本心 用方种理解 尊重和信任 替代歧视 偏见和恐惧 彼此传达爱与关怀 让善良的能量转动世界向好 让每个人获得平等 包容 同理的对待 进而化解纷争 平息战乱 唯有守护每个人的尊与平等 以及保障人权不受侵害 才是世界迈向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政府应作为零集市的领导者 必须落实人权保障 健全法税制度 逐法者需谨守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避免产生社会和结构性歧视 尤其性别 阶级 族裔 信仰的不平等 然而以违法公权力的手段 对特定族群作出歧视与乌云化的例子 理见不鲜 更加深社会对特定族群不平等的人权迫害 消除不平等现象 需要进行改革 政府应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对人权的保障 汇除歧视性的法律 政策与作法 不再有任何个人与族群 受到乌云化的不平等待毅 或更进一步采取狙击的行动 展现出对多元文化族群的尊重 接纳与包容 让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 以及便宜 恐惧和匮乏 如此才能维护正义与尊严 实现安全 繁荣的社会 良心是不偏不倚的自忠自正 良心是灵极式的天平 人人遵循良心 保持正向心态 拥有健康的身心 才能安定自心 尊重他人 善待万物 相互关怀 团结合作 共同克服难关 通过大环境的试练 人人都是良心领袖 转动好恋 引领世人 为世界带来良善的循环 天父人权 人人生而自由 享有尊严与权利的平等 也唯有实现灵极式 才能奠定世界 和平的基石 祈愿正义彰选 真理永召 社会祥和 世界永续 谢谢洪博士 诚如洪博士所说 政府应作为零骑士的领导者 落实人权保障 健全罚税制度 执法者也必须谨守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避免产生社会和结构性的歧视 然而 昨天是228事件75周年 从这个历史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见公权力造成的歧视与迫害 对这块土地造成了多大的伤痕 而被学界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案件 更遭到政府以法税双重手段假杀 长达26年 至今尚未获得应有的平反 让我们一起观赏 历年来国内外各界学者专家 对太极门案件的剖析 民国85年 在政治整肃的氛围下 宗教扫黑 黑寒四起 太极门无端受害 最后经历了十年三个月 在96年刑事三审法院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诈欺 无漏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还给太极门清白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因为我们办案的质解 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养效会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我讨厌了台湾就永远的判断 近两个月 我写了一篇文章 有关于台湾就永远的判断 我认为我看见更多罚 的正确的准备 在任何情况 我看见在台湾就永远的判断 它不是缺乏的 判断一个人 在一个社会的 civilized 社会的招待 招待 这样的证则好 可是人的判断 是否严重的理由 的理由 在任何判断的判断 明有判断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 会被判断 我认为 20年假定美成人 虚拥的 虚拥有 裁本性za 就是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太極門案呢不是稅務案子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為根本就是整數案子政治整數 在這個太極門的事件當中它是一個典型的228 太極門案呢它呢就是一個完完全全反映出台灣那個司法的造妖境 同時也代表一個稅務的造妖境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太極門的的確確的不是司法 對於太極門在這個眷民的這個體育還有這個家庭的共同啊 這個教育方面的共同啊可以肯定 地址呢的一個禁私禮那麼依照所得稅法的規定 還有我們遺產正義稅法的規定 是一個免稅的一個所得 更何況是刑案呢都已經確定了 繳稅的人就是應該是正義人而不是受正人 太極門這個事件的一審判決那時候 宗旨是只有一個 就是人性尊嚴中的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跟思想自由 那我覺得那個稅法這一塊呢也應該要重視這個 譬如說那個判決裡面一二三審我們都認定了這個是正義性質 那就不應該把它解釋成補習班 這件案子呢是完全就是因為他認為這是禁私的 這是一種正義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我們詳細的論述起訴書哪裡不可採 稅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來作為科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你們可以到監察院的網站去看看 我有七點的糾正 每一個糾正的時候國稅局就說 我們弄錯了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 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經過我們的司法體系的刑事的審查 都已經確認出這個相關的這個金錢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禁私禮 是屬於正義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守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作為他的這個 整個決定的基礎 既然是有問題的判決 行政執行署就不應該去執行它 那他們為什麼要執行它呢 就是講刑的問題 明明知道不應該執行的一種 明明知道不應該課稅的一個錯誤的判決 居然一意孤行的 而且強行的逼捕 在做一種拍慢 這樣一個行為 老實講 是觸犯刑法獨自罪啊 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啊 這是一百二十九條刑法 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之罪 太極門的這種冤屈 十年前就該解決的 為什麼會拖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因為你們這是第一種最大的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 行政處分就是撤回註銷 太極門在民國五十五年到七十九年 都沒有稅的問題 八十六年到現在也沒有稅的問題 為什麼獨獨針對八十年到八十五年 這六個年度要課稅 剛剛檢察官 將黑白起訴 我們現在發現破沒罪了 破沒罪啊 代表什麼 代表當初時 我們這裡所有 檢察官所提供的稅務資料 是騙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我們是貫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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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門那裡 我們是貫賢 我說 咦 是不是 你 你成貫牙呀 你是不是 我說 這樣不可以吃飯吧 然後 我說 他就說 啊 這是 不賢 然後 你要怎麼樣 他說 我們去上衣 那就是 就是 要說 用不成 怪我 本來人要找我 她的成績是 打位 打位 你是說她找你去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就是你不管說什麼 反正她寫她的 佩克是要做嗎 她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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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們這樁冤錯假案 歷年來更獲得來自國會 超過三百位立委們 慷慨誠詞 發出正義之聲 我要藉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的政府更應該 來鼓勵 這個文化的傳承 這是文化不能斷 文化一斷 根就斷 所以我們民族的脈絡不能斷 所以我想 太極門 能夠做這樣子一個事情 是文化傳承上面 是功德一見 太極門的案子 其實非常清楚嘛 在91年監察院的 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就希望法務部懲處了嘛 但是不錯啊 官官相護 91年 監察院調查侯寬仁檢察官 偵辦太極門的一個缺失 八大罪狀 白紙黑字 寫在這邊 監察院是要求你們 究責益處 像這樣一個公然違法的一個行為 你們法務部 還取義維護它 經歷過八十幾個法官的審查 結果太極門都贏了 國稅局呢 要去查封 透過我們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財產 就是因為你檢察官的濫權起訴 行事是過程不足的這個條件 那麼我們還依什麼法 沒有去更正撤銷 我們依什麼法 那你們就應該是要得 來做這個更正辦理嘛 他們經過行政法院 經過監察院 經過訴訟會 那他們對他們都有利 都勝訴 我請問你 他們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 他們還要向水神申訴 在彌補財政稅收 這樣子一個前提條件之下 難道我們正當司法的程序 我們正當的這個法令的依據 都可以擺開一遍嗎 今天基本上看基本的事情 正義在哪一邊 真理在哪一邊 已經非常清楚了 因為這樣而去造成 這麼大的一個罪惡的成本 跟社會的成本 也許我們真的在做一件 沒有太大意義的事情 司法既然給了我們 清白也給了我們這樣的判決 為什麼行政機關 還在違反司法的判決呢 我們要求這個行政機關 應該要依法行政 他依的就是判決的結果 在這個我們的刑案方面 我們的司法方面 我們已經是三審判決定驗 太極門勝訴 然後呢 這個國稅局方面 我們在行政法院的體系 也是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終判決定驗 三審定驗也是太極門勝訴 在國稅局 在財政部內部的訴願委員會 太極門也是勝訴 監察院呢 也是說太極門是個冤案 我已經想不出 然後有在這個立法院 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質詢 我已經想不出說 我們的這個國家的法治體系裡面 還有哪一條路可以走 我不知道這怎麼回事了 我們國家的法治體系 是這樣設計的嗎 一個案子十幾年 沒有辦法去為人民來解決 我們的行政部門 必須去負權責 在於我們行政部門得以做行政財量權的時候 應當要以人民的租稅人權的保障 為最大的一個終止精神跟目標 只要太極門的案子沒有解決的話 根本租稅就沒有人權了啦 沒有辦法 假設他們沒有辦法拼還的話 那還有什麼人權可談啊 我們多次啊 在這個立法院的裁委會 談到這個案件 真的是覺得匪夷所思啊 這個案件喔 算是遲來的爭議耶 趕快要讓他結案了啦 今天很多的委員齁 大家都來這邊關心齁 那我是要希望說 請那個財政部這邊齁 是不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案例齁 不要因為一個特定的一個檢察官啊 因為一個人爛權 然後造成社會的不安 我知道說這些問題的確是 已經浪費了不少的國家的成本 講不好聽這個叫動搖5案你知道齁 動搖國本 請財政部 在兩個月內 對於本事件 盡速做一結論 到底怎麼辦 到底你們要怎樣 不要再妥說啊 如果中期國際簽上來 簽上到財政部來 因為中期國際讓他一個局 承擔責任也不好了 那簽上來好不好 好我們就照著剛剛這個 這個次長的這樣的一個說詞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中期局的這個意見 那麼簽請財政部 就是這效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撤回是吧 好那我們就 由我們中期局正式簽到部裡面去 公聽會後財政部部長 在99年7月22號 用一個正式的簽程 回復給田丘警委員 也給了圖請哲辦公室 然後在30號也用函給周索訊委員 君明白表示說 他們已經請中區國稅局 依照稅限基增法第40條辦理 他們願意用稅限基增法第40條撤回 要求國稅局依法要撤銷違法 課稅的詛問你們都不理 你們很大耶 法院不管 監察院不管 我們立法院也不管 你們最大 刑案判決經過10年7個月 一二三審都是無罪 而且判決書裡面 講明了白紙黑字 沒有詐欺沒有逃漏稅 也沒有違反稅捐基增法 我們的國稅局照樣開單 到底是怎麼回事哈 我們的稅務人權 幾乎是蕩然無存的咧 苦苦糾纏一個 司法判決監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都說沒問題 都說沒問題 你們的稅單一再復活 我覺得其實法院都已經判了 監察院已經處理了 那國稅局不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小英總統 司法改革很重要 但是稅制改革更重要 這個新政府 剛剛接任 事情 這個百費待舉 千頭萬序的事情要處理 但是稅改一定是要 絕對是要排到前面 應該列為轉型正義的一環 我們現在總統 告訴我們 不允許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對國家暴力 這個不僅要拍桌子 如果沒有處理好 我們就會來兵得 還有很多不分黨派 跨區域黨派的很多委員 都在關心這個案子 直到太極門的案子 才把這個賦稅人權 不公的事情呢 給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要感謝太極門 他們的正義 他們的這個 這個合理的合法的訴求 經過法院認可的訴求 卻被踐踏在腳底 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 太極門事件啊 是由你起頭的 搞了18年還沒定案 是什麼道理啊 如果你國稅舉兌 你財政部隊 怎麼會搞到18年還沒定案呢 那如果不對 那你應該趕快了結啊 還有一次啊 為了這個執行啊 你本身還修改公文書 把那個確定執行那個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為強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 立刻把它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一起執行 世界上有這種 稅務人員 有這種稅務機關嗎 政府對人民 搞18年沒有搞定 那你這個政府有問題啦 不是能力有問題 就是心態有問題嘛 一定的嘛 那投降就不要硬拗啦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國稅舉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沒有道理才會講這種情緒的話 對於太極門已經纏送了許多年的這個磕稅的問題 我們覺得其實今年的107年的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做了107判制第422號 這樣的一個判決已經清楚的揭露了原先 包括國稅局提供給各級的行政法院 他的一些錯誤的資訊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裡面已經載明了 太極門的弟子所交給師傅的 是這個鄭宇 那不是一個學費 太極門的這個租稅的這個抗爭事件 這個走了這麼久 我自己也參與過其中很多的段落 那當然也是到了該解決的時候 這個萬年稅單已經搞了20幾年了 我在立法院開了好幾場公聽會 我相信只要有那麼多人的聲音 有那麼多的正氣集中在一起 我們一定可以達到平反的目的地 國稅局可以很快的 就用之前其他82年到85年的案例 來把81年的這個案件 呈上去讓他們的這個蘇部長做一個撤銷 我認為他做得到他也要有這樣的擔當 我在這裡誠摯的希望蘇部長 你就自己把這個案件 自己把它做撤銷自己扛起24年的責任 從80年到85年這六年期間 已經有五年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了 也沒有瞌睡 只有81年的產生問題 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顯然就有一些的問題在裡頭 各位會 各位會 曾經歷三十五年來 曾經歷三十五年來 秉持 敬忠 敬孝 愛國家 愛社會的宗旨 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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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五四門派 俗途 代代相傳 就像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個多精神飽滿 身心健康 在宗旨 在紅掌門人的引導之下 除了修心 兩性之外 更秉持 堅善天下的精神 激世助人 並透過國際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愛 讓愛與和平的理念 傳遍全世界大洲 特別還要藉此機會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謝之意 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為國家 為社會所做的努力 跟貢獻 每一次看到太極門 就看到活力 看到溫馨 看到愛 我們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這一種憋一天憫人的情懷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極門都能夠秉持這一個原則 讓台灣站出去 讓世界走進來 太極門更在掌門人的帶領之下 積極走向世界 為台灣做國民外交 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未來我也希望 太極門在紅掌門人帶領之下 能夠繼續跟政府一起來打拼 發揮我們良善的影響力 讓台灣不斷地進步發展 讓世界更看到台灣 司法判決已經還給太極門清白 國家也給了冤獄賠償 監察院更認定這是人權迫害指標案例 國家元首、機關首長、立法委員 及中外學者專家 國家不只讚揚太極門對社會的貢獻 更為太極門案發出正義之聲 稅捐機關應立即撤銷違法稅單 終結冤案 還給人民清白與公道 我們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各界對於太極門在良心 文化世界愛與和平各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和受到的讚揚 也很遺憾地看到這樣一個公益修行團體 遭受到政府以明眼人都能看出的荒謬的法稅手段 進行迫害 聯合國臨期逝日以蝴蝶作為標誌 代表蛻變、重生、美麗和自由 希望在正義之聲的持續關注之下 政府能夠覺醒 真正改正過去威權統治之下所造成的傷害 讓台灣能夠像蝴蝶一樣蛻變 獲得真民主、真自由、真人權 在第一場次的論壇一開始 我們要一起觀看一段台灣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 沐欣大力大使的採訪引帶 大使由蔡英文總統任命 負責推動我國的宗教自由外交 大使在採訪中提到 宗教的力量是建立國家的最基本的動力之一 鼓勵太極門應該要依據唯一公正的 最高法院對於太極門無罪、無欠稅的判決 為真相和公益進行持續的抗爭 因為這樣的努力也是幫助台灣政府 站在正向和正義的力量 讓我們一同來觀賞 我是不興大力在一山神學院當院長的 我是太極門主堅實、新竹堅實的地方 目前也是在擔任無任所大使這樣的工作 那我是屬於宗教自由的大使 這個也是我們在三年前國家才第一次設置這樣的位置 結果沒想到我們的總統就把這個位置交給我來做 進行國家的宗教自由的外交 今天是我們可以說美國1786年的宗教自由設立的一個重要的紀念日 到今天已經有236年的時間 那實在不簡單 那美國的這個宗教自由的話 我首先在這裡代表著我們的大使台灣這個民間的一個力量 也向我們所有的這一些美國的人 能夠走過這個2356年的這個時間 恭喜他們 也是人民的力量 也是宗教的一個力量 特別在這樣的一個宗教的力量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以宗教的力量來成為國家的一個 建立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力量 所以他們的憲法尊重人權跟自由 這是宗教所給美國最大的一個人民 在200多年前都已經做過這個部分 所以也影響到美國 綠國一直到現在以人權自由民主的國家 可以說是整個世界民主國家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大國 美國這一個部分成為一個強國 它的強國在哪裡 宗教的力量 自由的力量跟人權的力量 所以當我們整個台灣在做這樣的一個 跟美國的宗教自由在做這樣的一個國際論壇的時候 我們不能忘記宗教的力量 要成為我們整個世界普世的一個價值 台積門其實是25年的時間 那我又是站在宗教自由的一個大使這個部分 其實對這個宗教雖然是不同樣的宗教 而我是基督教的一個牧師 又是神學院的院長 又是這個宗教自由的大使的時候 我只能夠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只有反應那些事 然後國家的判決 既然已經判決還給他們的清白的話 就應該執行下去了 所有對宗教 無論是非宗教的這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那個是應該是唯一公正的 對我們整個法治的一個國家是非常公正的 那既然是已經非常公正的時候 我們的財務這個部分的話 已經越過了這一個人權自由的一個底線了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所以如果是還是那樣的話 你們要繼續抗爭 抗爭因為不少的朋友一定會幫助你們 不少的國家宗教自由不同的宗教 也會成為你們很大的一個火盾 我們有著一個我們所謂的 自由跟人權的公平的判決 最高法院嘛 這個就是唯一劑嘛 無論是司法單位或者是 我們是說我們的財務國稅局這個部分的話 都要以這個為一劑 這個就是我們還做不過的地方 沒有去執行的地方 在這個部分的話 由你們的空間來去爭取這樣的一個美好的一個空間 不要說打了很久就最後就放棄了 這個就是那一種的基本的立場 跟基本的這個爭取就失去軟弱下去的話 那就真的是很不公平啦 你們這些事也是最後一道的訪線 就爭取這個他真正的判決的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嘛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大家一起要努力啦 你們努力也是給台灣政府更大的努力啦 幫助台灣政府站在一種正向的力量跟正義的一個力量 謝謝布欣大力大使 長達26年來自公權力的歧視與迫害 其實真相始終只有一個 就是大使所說的唯一依據 最高法院判決太極門無罪無欠稅確定 本場次所有的語談專家 會更進一步以自身的專業素養和經驗 對法稅228太極門案件進行進一步的剖析 我們歡迎第一位語談人 中華人權協會賦稅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靖梅律師 主持人各位語談人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85年發生的太極門冤案 負責爭辦起訴的檢察官侯寬人先生 早在91年經監察院調查 認定其有八大違法 並含送法務部要求從嚴就責易處 但是法務部卻拖延 然後以超過10年的懲戒時效為理由 沒有對侯寬人做任何懲處 之後還升他為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 今年又升他為法醫研究所所長 政府大力推動轉型正義 但要落實首先國家應道歉並就責 且公訴罪代表國家追訴 是公權力迫害不能有追訴期限 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被控制86年擔任最高法院庭長 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期間違反法官倫理和不當接受招待 監察院在109年8月14日以12比0通過彈劾石木欽移送懲戒法院 監委高永成直言 雖然石木欽變成已過了10年懲戒時效 但若監察院不調查 傳過水無痕 這些人能爽領退休金 社會大眾可以接受嗎 其次發生在85年的江國慶案 也是事發13年後重啟調查 縱使已超過法定10年懲戒時效 甚至違法失職人員已退休 讓國防部能迅速明快做出行政懲處 103年法院判決陳兆敏及案發當時的空軍總司令 作戰司令、政戰主任等5人因賠償5957萬余元 另36年發生的二八事件 立法院在84年通過228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就受難者或其家屬進行賠償 甚至在106年立法院刪讀通過修正案 將原本規定至84年10月7日期 7年內的申請期限 自106年12月26日再延長4年 曾經擔任228事件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已不但叛亂記匪別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對法律研究小組造極人陳志榮教授評論 228事件即時制定條例給予賠償 但未對原凶救者不能算是平凡 距今已超過70年的 距今已超過70年的納粹大屠殺事件 在104年德國的呂大堡地方法院 以協助集中營屠殺30萬人為由 能對一位高齡94歲的前納粹分子 奧斯卡葛若林宣判4年有期徒刑 重判案例如有10年的限制 如何能還其公道 同理 侯官人檢察官正辦太極門案 所犯之重大為失 懲處亦不應該有時效限制 法務部應立即撤職查辦 一個辦案不講證據 違反科學辦案者 甚至對活著的證人 都可以誣賴誣陷的侯官人 這種屡履違法隱匿真相 侵害人權的人 擔任法醫研究所所長 可以成為法醫的典範 和帶領法醫嗎 幻且監察院指出 起訴書存有漢格矛盾 據提起公訴 不符合證據法則 違法根本不應提起公訴 美國天埔大學法律系教授 即前美國總統 柯林頓幕僚 即法律顧問肯尼斯雅各布森 也曾經說過 在文明國家 控告別人養小鬼 任何法庭都不應受理 凸顯後寬人一人之錯 禍害了全國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之久 以及官官相互至今未受懲戒 也因此人權迫害依舊無法停止 這也是轉型正義 為什麼一定要有 糾錯與懲處的用意 以我國五權分立的憲政體制 監察院未調查行政 及司法人員違法之機關 參著刑法83條規定 追訴權之時效應起訴而停止進行 因為追訴權已經發動 就不再有與其未進行追訴的問題 同理監察院在91年 就將侯寬人檢察官移送法務部 懲處懲戒也已經發動 當然也沒有預期不能追究的問題 監察院調查完就發出調查報告 就已經確認侯寬人的犯刑 法務部就應該直接懲處 根本不應該另行調查 否則監察權之行使 岂非受制於法務部 違反五權分立的憲政原則 所以91年監察院 將侯寧移送法務部懲處 即因究責 沒有逾越十年時效的問題 因此99年4月8日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會議 對法務部強烈質詢 與學章委員表示 監察院是憲政機關 是要求法務部去究責益處 沒有要求法務部再去調查 邱毅委員也指出 太極門的案件其實都非常清楚 在91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就希望法務部懲處了 法務部躲避責任推給抬高檢 其實法務部當然可以直接懲處 抬高檢當時也可以做出懲處決定 但都不做是關關相互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表示 監察院查過的結果 法務部高檢署 只要撐除就好 根本不需重新再查一遍 行政院之下的法務部 及其所屬的檢察官體系 居然可推翻憲政體系 所做的決定實在太荒謬 藐視監察院藐視憲法 因為法務部對於監察院 91年要求懲處 侯官人不離 監察院於99年12月15日 再度提出糾正 並指出法務部未依本院調查結果 直接懲處 反而轉組高檢署 重新調查 違反該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 講成案件處理要點 有衝撞現行武 武權憲政體制有重大為失 監察院更延遲表示 本件並非針對特定檢察官 違法濫權予以懲處之個案而已 而是以攸關本院監察職權 以及憲政運作之嚴肅課題 原因含行政院轉次法務部 以本案為陰件 切實檢討改進 以為憲政法制 監察院提出糾正案後 法務部始終未對 侯官人做出任何究責處分 使國稅局持續使用 違法起訴書之資料 作為課稅依據 甚至強行拍賣民查 致使人民能現水深火熱的痛苦中 武院制衡的功能失去平衡 行政機關獨大 導致人民無端受苦 救濟程序失靈 雖然法務部和高檢署皆稱 96年6月18日前未懲處 就無法追究 但是法務部早在95年5月39 發函通知太極門地址代表 表示高檢署已含附對侯官人 檢察官查明結果 查明結果 並無不當之處 此時太極門案 根本還在最高法院審理中 顯見法務部 於該時已經開始調查侯官人 而高檢署在96年10月30日 12月17日以及97年2月22日 3月6日能持續傳訊掌門人夫妇 及太極門地址陳條新等人進行調查 法務部更在97年3月11日發函表示 高檢署能在調查侯檢察官的違法 顯示侯官人一直都被調查中 基於刑法第83條相同法理 懲戒時效早已停止 根本沒有超過懲處時效的問題 否則不等於對被告 及對濫權偵辦者有兩套標準 不怪乎人民不信任司法 再者有刑案衍生的稅案 即使司法三省已判決無罪無欠稅確定 南至今國稅局能以用25年前被廢棄的 不實的起訴書資料強徵課稅 甚至違法移送行政執行書 強行拍賣太極門土地 109年8月第二次拍賣流標後 由國稅局聲明承受 強行收歸國有 顯見由侯官人違法濫權而起的迫害 至今持續害你25年未停止 怎有超過10年懲戒時效之理呢 既然無時效問題 法務部應立即從言究責易處 侯官人就辦其濫權追溯罪 而兼殘怨更因形式貪圖權 對侯官人為撤職處分 關於時效性並非政府機關 用來推脫卸責支持 以本門案件致死就不應該受理的假案 刑事案件的審理就耗費了10年多的青春 管且國家也承認錯誤 所以也給了冤獄賠償 這些時效又該誰來償還 一個檢察官的錯誤 要全民納稅金來賠償 犯錯之人不用懲處而升官 國家還有公理嗎 遵理大學 吳錦青教授主張公務員殘害人權罪 因依羅馬違約第29條之規定 不適用追溯權時效之規定 避免濫用公權力殘害人民的公務員 避免濫用公權力殘害人民的公務員 以時效制度作為保護傘 又兩公約現已是國內法 且未接高於其他國內法 依兩公約施刑法 第二條第三條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 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 公正公約第二條明定 國家各機關皆有給予人民 有效救濟之國家義務 而所謂的有效救濟之國家義務 在公正公約第31號 一般性意見第八段特別提及 若未給予侵害人民權利的 國家機關人員懲罰 國家最終就沒有能夠按照 公正公約第二條的規定 確保公約所承認的權利 最後引起締約國隊 對這些權利的侵犯 公正公約第31號 一般性意見第16條議題集 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締約國必須向其公約權利 遭到侵犯的個人做出賠償 如果不對那些公約權利 遭到侵犯的個人做出賠償 對於第二條第三項的效力 有關鍵作用的有關提供 有效救濟的義務就不能予以履行 賠償包括將侵犯人權者神之以法 公正公約第31號 一般性意見第18段明確指出 締約國必須確保將肇事者神之以法 與沒有調查的情況一樣 如果不把肇事者神之以法 就可能會引起對於公約的再次違反 且不能因為應負責者具有官方地位 而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 在太極門事件中 依監察院調查 侯寬人違法明確 且侍卫招其濫權追溯之被害者 受害市政明確 在98年接獲國家願意賠償 監察院及法務部 依依法因資權依兩公約及國際公約規定 給予加害者 侯寬人最嚴厲之懲處 以符合有效救濟制要求 二十幾年來 太極門師徒招侯寬人檢察官 國稅局行政執行署人權迫害 所有證據都證明太極門案 為重大人權案件 甚至監察院調查後 將本案列為重大侵害人權之指標性案件 建國百年之賦税人權白皮書 已將本案列為賦税人權指標性案件 國際人權專家及國內外 法税專家學者一位本案聲援 監察院被譽為人權院 自應展現人權院之職能與魄力 為健全國家憲政體制之有效 無權制衡以人權的高度 本於職責對活寬人彈劾究責 並敦促財稅機關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0條 致違撤銷違法税單 以及依照税監激政法第40條 撤回執行返還人民土地 終結以迫害太極門司徒 25年之太極門稅務原案 謝謝大家 謝謝蔡律師 護衛人權伸張公義 不應該有期限 尤其對於來自公權力迫害的究責 更不應該訂定所謂的追訴期 讓公部門的權力無限上綱 唯有確實對加害者予以究責 才能顯示政府保障人權的決心 接下來我們歡迎 陳宇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蔣瑞琴律師 主持人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參加今天的論壇 我們知道說那個2013年開始 3月1號被定為臨期施日 雖然他一開始是希望說 所有全部的人都可以用理解尊重的方式 來對待艾滋病 可是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所有的人都享有完整的權利 有尊嚴的生活 不管你的年齡性別 你的政治傾向 你的信仰 宗教經濟能力等等 都有被免於歧視的權利 這跟世界人權先言第一條規定的說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嚴跟權利上一律平等 是一樣的 那我國憲法第八條有接諸說 人民的身體自由應該予以保障 然後也規定了說 除非你經過法院 依到法定程序是不可以審問跟處罰的 那我們憲法第十條也保障了人民有遷徙的自由 但是我們在被稱為法稅228的太極門案件中 我們一再的看到說政府官員用刑事跟稅務的手段 來侵害太極門師徒的人性尊嚴 也剝奪了太極門師徒的人身自由 因為在85年的時候 那時候民選總統結束以後 政府他就揭開了一場用宗教自由 用宗教掃黑為名 可是事實上是一個政治整數 那在這一波的掃蕩程序中 有很多大型的宗教團體 有人選擇封山 有人避走國外 當然也有團體選擇跟政府妥協 那在這一波的掃蕩裡面 太極門也遭受無望之災 在85年12月19號 那時候侯寬人檢察官 他一開始就為反偵察不公開 他就帶著媒體和數百名的檢調 進行了全審 太極門到場跟弟子家裡 部分家裡的搜索 總共搜索了19處 那在這一次搜索的時候 掌門人就被帶回去訓問 一直問到隔天早上 然後就被搜押禁見了 然後在12月23號 掌門人夫人主動前往 那個市 去主動前往地檢署 去說明 沒有想到 這樣子也被羈押禁見了 然後在12月24號 那時候因為有兩個弟子 李正文跟文秀珍 兩個人接受媒體的採訪 沒有想到在24號早上 他也無端遭到搜索 然後當天遭搜索了 還有陳條欣跟彭師傑 張萬定等人 然後陳條欣跟彭麗娟 兩個人 在根本沒有人指控他們犯罪的情況下 竟然也遭到收押禁見 所以從一開始 這些對太極門師徒的收押禁見 就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 關於羈押的規定 根本是對於太極門師徒很嚴重的歧視 那再來事情發生的更是那個 檢察官一手主導的劇本 檢察官他根本無視說 他搜索的那個賬戶余額只有61萬 他在搜索的隔天就跟媒體發佈說 哦 太極門炸裁31億余顏 然後再來偵查4個月 他不斷的用不實的訊息來餵養這些媒體 造成偵查期間有400多篇的不實報導 還有12個電視台70次以上的播報 然後起訴的時候更用這種養小鬼 這種駭人聽聞 根本無中生有的指控來起訴掌門人 以至於說在疑神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誇然啊 那個法官根本也不敢放人 所以他就繼續繼續羈押 然後在第一次開庭的時候 就在86年5月26號第一次開庭的時候 他就把掌門人夫婦交保 可是因為卷證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繼續羈押 繼續那個限制出境 一直到第五任法官 楊志光他在審理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法官他已經看過了 卷證資料 他甚至也傳訊了部分的證人 所以他在88年6月16號 就解除了掌門人夫婦的限制出境 那這一這一段刑事案件 總共限制出境是751天 那另外一方面 侯犯人檢察官他在起訴前6天 他就傳訊了一個 根本沒有到過太極門的稅務員 史月生來作證 那史月生呢 他就說 太極門是補習班啊 有逃漏稅 然後檢察官 他就用史月生的證詞來 以太極門有逃漏稅來起訴掌門人 可是後來在去年 那個史月生他在臨終前 他就跟媒體爆料說 那時候檢察官傳他去作證 根本是套圈圈 是做樣子 這個案子根本從頭到尾就是侯寬人主導 所以可以證明說 太極門案件 從一開始 不管是刑事案件 或是稅務案件 都是被誣陷的假案 然後掌門人呢 從85年事情一發生 全部的資產就被檢察官凍結了 後來因為刑案衍生的稅務案件呢 國稅局他也對掌門人的 所有的資產禁止處分 那刑事案件在那個判決無罪以後 就對那個掌門人的資產 已經解除凍結了 可是國稅局這邊 雖然他24年來他多次都被撤銷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查嘛 所以他多次被撤銷 處分以後 可是國稅局從來沒有針對 禁止處分來給他解除 甚至還在97年的時候 96年已經判決無罪無欠稅了 他在97年的時候還針對 大安古庭南港高雄四個道館 以及瑞士山莊跟苗栗的土地 重複禁止處分 甚至在99年的時候 還查封了古庭跟大安兩個道館 導致於說這些本來要規劃成為道館 或是修行或是集中研修的地方 都因為這些違法的處分 而導致後來歸款的時候 都已經殘破不堪了 那除了這些對人民財產的剝奪以外 國稅局他明明知道 掌門人所有的資產都已經被禁止處分了 竟然還對掌門人做人身的限制 將掌門人限制處境 首先是中區國稅局局長楊崇華 他在87年的時候 他報請財政部對於掌門人限制處境 是在87年4月21號 那這個限制處境一直到了88年7月27號 才解除限制處境 總共有463天 那緊接著呢 台北國稅局局長張聖和 他簽報財政部在91年的時候 對掌門人夫人限制處境 那這個在91年1月8號限制處境 在91年2月7號 才解除限制處境 總共31天 那這些限制處境 其實都是違反比例原則 也違反了妥事性原則 嚴重侵害人權的 更可惡的是 在99年的時候 那時候財政部 那時候國稅局局長林中元 他明明知道掌門人在95年 就已經離開國內 前往世界各地 做愛與和平的宣揚工作 他竟然報請財政部 在99年3月2號的時候 對掌門人限制處境 對於一個已經離開國內的 掌門人限制處境 他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就是說掌門人 如果回國以後 他就不能出去了 那國稅局明明知道 在世界宣揚愛與和平 是掌門人一生的宏志 他其實是用限制處境的方式 的手段來達到 讓掌門人限制入境的效果 也就是說他用限制處境的手段 來妨礙掌門人回國 因為掌門人只要一回來 就出不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 就剝奪了掌門人回國的權利 然後阻礙了掌門人夫婦的 和他們家人親人的團聚 也阻止了我們師徒相見的人人 這個是嚴重違反兩公約 關於說不可以限制人民 回國這樣子的權利 那這個限制處境 從99年一直到了103年1月24號才解除 這一段總共也有1000多天 所以掌門人因為刑事手段跟稅務手段 總共被限制出境的天數高達2232天 那掌門人夫人被限制出境的天數有782天 所以我們來看整個太景曼案子 從一開始行事製造假證人假證據 違法搜索濫權羈押 甚至在媒體放話抹黑 然後用媒體製造寒殘效應 讓每個人都驚慌不安 後來又用稅務的手段 剝奪人民的財產自由 然後甚至對人民限制出境 這些手段跟2228時期 跟白色恐怖時期的高壓同志 有什麼不一樣 這些都是拿來恫嚇人民 來恐嚇人民侵害人權的手段 所以呢 被稱為法稅228的太景曼案件 如果沒有一天沒有解決 其實我們白色恐怖的羞恥 就一天不會被解除 這個案子太景曼案件 他後來經過監察院主動調查 調查侯寬人檢察官設有八大違法 國稅局設有七大違法 而且刑事判決也判決太景曼沒有詐欺 也沒有欠稅 可是國稅局不但沒有依刑事判決的結果 來撤銷違法的稅單 反而在109年 將太景曼修行勝地收歸國有 這不僅是太景曼 不僅是對太景曼司徒的歧視 更是對司法的歧視 對政府的歧視 也是台灣民主的諷刺 我們在這個228的前夕 我們在3月1號的歧視日 我們呼籲小英總統 您請您實現您要落實轉型正義 深化民主制度 捍衛台灣民主的承諾 我們請您停止這些不法官員 對太景曼司徒的歧視 立即撤銷違法稅端 還太景曼司徒應有的清白跟公道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蔣律師為我們揭開太極門案件中 政府官員以刑事稅務的手段 侵害人性尊嚴 剝奪人生自由的黑幕 白色恐怖是歷史的傷痛 所有受難者不願回想的過去 而在台灣努力邁向民主的進程中 政府更應該記取歷史的教訓 不要重蹈覆徹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方文君律師 主持人各位語談人 還有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每年的這幾天 新聞及輿論都在報導談論228事件 而在緬懷228的同時 我們非常感慨 維權時期有228事件 或許可以說是 維權時期的欠缺人權觀念造成的悲劇 但是沒有想到解嚴了 在號稱是民主國家的台灣 竟然還會發生白色恐怖的法稅228案件 讓人不寒而栗 1996年台灣已經解嚴將近10年 讓人民輕忽了 誤以為人權被重視 其實不然 當權者以公權力 利用檢察官偵查的手段 行高權迫害人民之時 造成太極門稅務冤案 所以專家學者也看不過去了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黃俊傑教授 他就指出 太極門的案件可以說是 稅法上的228事件 更凸顯了台灣的民主 其實是批著民主批的戒嚴 228事件我們只看到被害者 卻沒有看到加害者被公佈 沒有看到加害者道歉 沒有看到加害者被懲處 法稅228事件 太極門稅務冤案 同樣的25年來沒有任何加害者道歉 沒有任何一個導致冤案的元凶被懲處 就連始作俑者 太極門刑事冤案 稅務冤案源頭的檢察官侯寬人 檢察院都已經做出調查報告 移送法務部從言究責益處 但是在法務部官官相互下 侯寬人沒有被究責 沒有被益處 反而還一路升官 所以後來的加害者更有恃無恐 所以國稅局聯手行政執行署 將太極門修行道場預定地 違法拍賣 收歸國有 從結果看來 國稅局解案了 行政執行署解案了 但事實上 卻是坐實了 國家暴力搶奪民產 違法違憲 傷害國家 傷害人民 更践踏了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行政執行署的官員 為何肆無忌憚的 明目張膽的違法執行 正是因為 全案至今沒有人被懲處 因為姑息而養奸 早在2007年 最高法院已經判決確定 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2018年 最高行政法院更指出了 太極門執行案的執行名義 也就是1992年中所稅的確定判決 未及審酌2007年刑事判決 所確定的贈予事實 以及國稅局公開調查所取得的7401份 聲明表均證明禁施力為贈予 還有中區國稅局 他也已經承認太極門不是補習班的 這些新事實新證據 導致他認定所得性質錯誤 判決當然為王法裁判 同期法里 營業稅的確定判決 也未及審酌2007年刑事判決所認定的 弟子之間互助代辦 並非盈利販售這些 足以影響認定營業行為人的 重要新事實新證據 導致他的認定事實錯誤 營業稅判決當然還是一個王法裁判 所有事實證據都證明了太極門案不應執行 而這些事實證據也都是行政執行署 所有相關人員都清楚知道的 但是行政執行署署長林慶宗 在他剛上任不久 就在2019年3月28號 他發函給新竹分署 要求積極進行拍賣程序 要協調納入國有承受 同時林慶宗無視新竹分署 查封土地的價值 已經遠遠超過執行債權的金額 竟然還要求新竹分署 阻托士林分署及高雄分署 違法繼續的超額查封 太極門在台北市的南港道館 新北市的瑞士山莊 以及高雄市的高雄道館 實際上依公正公約第18條 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以及第22號一般性意見 我國強制執行法的第53條 及第113條規定的 不得查諷的標的中 礼拜所用之物 不應僅限於動產 反而應包含礼拜所用的 土地房屋等不動產 太極門道館 是太極門師徒傳道修裂的場所 苗栗山區土地及瑞士山莊 更是修行道場預定地 是太極門弟子心中的修行聖地 均相當於教會禮拜的場所用地 依公正公約屬於不得查封的標的 行政執行署查封拍卖太極門聖地 侵害五國憲法及國際人權兩公約 世界人權宣言所明文保障的 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 及文化生活選擇的自由 甚至於執行署早在拍卖之前 他就已經計劃好如何在拍卖後 來分配這些績效 也就是執行署執行拍卖 是有獎勵金可以領取的 因此不論執行金額的比例 或者是是否有冤金 這都不是重點 因為人民的身家財產都被拿來當作 執行的績效 而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寅錦 他也知道太極門的刑事案件 已經獲三審級法院判決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並且獲得國家冤獄賠償 已經還給了太極門師徒清白 但是他還是釋放了太極門掌門人欠稅等 刑事起訴書的不實訊息給媒體 利用他職務身份 在他執行公務過程中 接觸到太極門案 並且詳知太極門案執行過程 跟掌門人的財產狀況 洩漏和交付給周刊王記者林一鳴 一周刊一電視 年代新聞及東森行動法庭等媒體 以及公視新聞記者林建勳等人窒息 嚴重的侵害了人民權利 導致在2020年的1月一周刊 他就刊登刊載了關於太極門案執行過程 還有掌門人財產狀況的文章 這文章的內容呢 他不僅涉及了掌門人個人的財產狀況的資料 還有太極門案具體的數字執行情形 執行標的物的座落位置 市值這些資訊 企圖製造社會輿論壓力影響太極門 掌門人及上萬名太極門弟子的神域 顯然已經逾越了執行手段的必要 嚴重侵害人民權利 而這些媒體內容所涵蓋的案件範圍 跟他所揭露的金額是涉及到了支那金 利息這些繁複計算 均不是公開資料所能取得的 而執行署內部討論還有現場勘查這些執行的細節 更非外人可以輕易窒息的 對於陳寅警向媒體揭露的行為 顯然是需要經過長官林慶忠許可的 因此林慶忠是否涉嫌包庇甚至購謀 而應該同受懲處呢 再來我們來看看新竹分署 新竹分署的主任檢察官李貴芬 2009年他就擔任了新竹執行處的執行官 十幾年來對於太極門案的來龍去脈是萬分清楚 而且經過太極門師徒多次的陳情發函 李貴芬對於太極門案有重大瑕疵 根本不應該執行的情形知之甚嚮 本來應該依法行政 停止對太極門的所有強制執行 可是他卻聯合國稅局積極執行 甚至在拍賣程序網顧程序正義 涉及了諸多的違法 卻還不顧太極門掌門人八次的聲明意義 仍然濫權違法拍賣太極門聖地 公然的違法徵收 更誇張的是在2020年的9月19日 法稅改革聯盟的黃信志工 他因為聲援太極門冤案 他本著對法稅改革的支持 單純的在公開的路邊和平的舉牌表達意見 行使他的言論自由權 李貴芬卻打電話向新竹縣警察局 提出了妨害名譽 恐嚇為安 還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則告訴 而新竹縣警察局 竹北分局的六家派出所 出動了數十名的原警 將黃信志工團團圍住 當時黃信志工手上已經沒有舉牌 原警還是表示黃信志工是現刑犯 要以現刑犯來逮捕他 讓六十歲的黃信志工 遭受嚴重的身心創傷 雖然檢察官在調查後 也是確認了黃信志工的行為 確實是屬於行使言論自由 而予以了不起訴處分 但是對黃信志工 還有他的家人 遭受警察暴力對待的陰影是揮之不去 至今深息受創 仍然未回復 而在2020年的9月21號 也就是兩天後 行政執行署竟然發布了新聞 他直接誤指黃信志工 說侵犯該主任執行官至居家隐私 造成執行人員及其家人心生恐懼 行政執行署的署長林慶忠 副署長陳英景 他們都是檢察官出身 而李貴芬本身還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擁有律師資格 並且擔任行政執行官多年 他們都是法學專家 對於毀謀恐嚇 妨害各自這些罪的構成要件 非常的清楚 也知道街頭宣導是合法行使言論自由 舉牌內容也是可受公平的事項 根本不構成毀謀或侮辱 李貴芬的濫行告訴 已經是嚴重的違反人權 更讓人家質疑 李貴芬向袁警提出告訴 是否是濫用職權 而林慶忠跟陳英景 他們用機關的名義 配合李貴芬案 根本是再度的抹黑法税改革聯盟的志工 單就黃媽媽的事件 警察與執行署的做法 就已經是跟228事件 還有整肅太極門的手段一樣 栽贓嫁禍 利用媒體無名化 歧視化 侵害一個手無寸鐵的手法父母 對比公權利的違法 這真的是做賊還抓賊 事實上 太極門執行案 經過太極門師徒多次的聲明意義 執行署及國稅局 都早就明知它是違法 但是它還是強行的拍賣收歸國有 以及嚴重侵害了國際人權兩公約 及憲法保障的財產權 宗教信仰自由 還有文化生活選擇權 更是對太極門師徒 人權與良心自由的最大侵害 這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專家學者 及各界民眾的踏法 從2020年的7月開始 意大利新興宗教研究中心 每月主辦了至少兩場的國際論壇 國際宗教信仰自由相關的人權專家 學者都積極的參與為太極門發聲 並且在各種期刊文物上發表上百篇 以上的文章來聲援 而國內呢 也已經累積超過了數千場的各種形式的 講座論壇直播 專家學者名義代表 各行各業人士同氣聲討 呼籲懲處 不法的官員來拼翻假案 威權時代的228已經過去了 法税228卻還在進行中 如何有智慧的終止這一嚴重的人權破壞案 考驗的是當權者的執政能力 2017年228事件70周年的中樞紀念儀式中 小英總統強調 政府會謹慎處理228責任歸屬 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 因此我們在這裡也要呼籲小英總統 正是太極門稅務員案 因為太極門案 如同以支持台灣著稱的宗教自由雜誌 Bitter Winter寒冬雜誌的總編輯 也就是意大利社會宗教學家 新興宗教研究中心創辦人 Massimo Intervignor教授所說 太極門案 它不是一個國內或稅方面的案件 而是以宗教信仰自由為本的人權破壞案 太極門案跟228事件一樣 是一個台灣人民遭受人權迫害的重大事件 同樣需要政府用智慧謹慎處理責任歸屬 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 唯有大刀闊斧的改革 才能隔出法稅長久以來的擊斃 讓台灣走向民主自由的法治人權國度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方律師 只有加害者沒有受害者是一個謬誤 也曝露了政府逃避責任官官相互的結構性犯罪 事實上 由於面對錯誤並不可耻 痛定私痛 釜底抽薪 才能挽除威權統治留給台灣的毒瘤 清創之後才能有心聲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法稅改革聯盟義務律師 翁易如律師 主持人 線上各位來賓還有線上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在太子門練功這麼多年 師傅就是教我們什麼是真 如何去學一個真字 像我以前以為說實話就是真 後來經過師傅教導之後才知道說 這不是真耶 這叫直 直接的直 你要多加兩點 也就是陰陽智慧才是真 那我覺得練功這麼多年 我認為不只是人民 其實社會國家 都應該要學著去假求真 就像今天3月1號是世界的零期事日 雖然我們每個人強調個人的獨特性 但我們也都知道說人類 我們就是有社會性的群居動物 為什麼不會有人因為希望說 我自己是少數而受到歧視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說 甚至我們人們啊 會因為害怕受到歧視 而選擇去隱藏真實的自己 所以呢對於世界零期事日 我們大家是有共同的目標的 那就是希望身處在地球村的我們 都能夠平等的去接納不同的年齡 種族 膚色 性別 性相 職業 還有信仰 各種各樣的人 真正的做到零期事 真正的平等 太極門是古傳的氣功武術修行門牌 掌握人洪道子博士在民國55年 在台灣成立了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 以弘揚太極門文化促進世人身心靈健康為宗旨 並陸續加入了台北市國術會 中華武術總會 中華氣功協會 中華民國道教會 台北市道教會來成為團體會員 我們熊師姐真的是廣部各界 市農工商 雖然大家可能當初 因為不同的原因 入門 但入門的那一刻 我們都是決定要向師傅來學習 練習養生 修心養性的道理 前司法院戴炎輝院長 他在民國71年的時候 就曾經致贈秉兒給掌門人 還親手寫下 氣灌天地五月 公通人間六億 就是對掌門表達他的敬意 長期以來我們太極門師徒 真的是自利自費 到五大洲去推廣推動 愛良心這樣的和平文化 我們拜訪了超過一百多個國家 也建立起了許多國際美好的友誼 2000年的時候 太極門在美國國會山莊展演 我們就獲得了國際和平 親善大使這樣的美誼 那我們也出席過 許多國際很重要的會議 慶典 都受到了許多國家總統的禮遇 在台灣 台灣歷任的總統 副總統 外交部長 五院院長 副院長 還有很多的各界領導者 其實一直以來也對我們達成的 國民外交是一致都非常的 推崇跟肯定的 那我們再回來依據 去財政部64年的韓氏 教會傳道人 讓他接受信徒的贈禮 是免他所得税的 台北市國術會 中華武術總會 中華氣功協會 他在民國90年的時候 就特別發函 去表明說 他所屬的團體會員 從來沒有因為弟子 贈禮禁施禮 然後來去遭到課稅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台灣 數萬個氣功武術的團體 還有宗教修行團體 都沒有因為說 沒有任何的師父 或者是傳道 宗教的上師 是因為弟子 來去贈禮這樣的禁施禮 或者去收受信徒的供養金 來這樣被瞌睡的 是沒有過這樣子的例子的 那我們回到說 行政程序法第六條 也是民文規定說 行政行為 那沒有正當的理由 是不得為差別待遇的 其實綜合上面的例子啊 那我就想請問了 那為什麼在太極門案件裡 你看這麼多 全國這麼多的武術宗教團體 你說任機關 你獨獨對太極門瞌睡 你說這不是歧視 那這是什麼 何況太極門既跟我養生學會 我們剛剛說 從民國55年成立到現在 性質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啊 那為什麼只有81年 毒藥被瞌睡 很奇怪 是太極門在81年 突然變成補習班嗎 還是怎樣 還是你在歧視 那些當初81年 入門兇師姐 他們拜師修行的決心嗎 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們再回到案件本身裡頭喔 當初在94年 太極門案件還在開的時候 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時 台北國稅局代理人劉立翔 他當庭就說了 目前國內並沒有國術館 遭到科證所得稅的情況 當庭就直接遭到法官質疑說 那為什麼獨厚太極門 你為什麼獨厚太極門 你國稅局對我們太極門違法科稅 這就是明顯的歧視還有不平等的對待啊 那你國稅局開單的依據是什麼 你就憑著檢察官侯寬人的起訴 就開出稅單 這根本就是已經是違法了 第一 起訴書你是代證的事實 那你不是證據 第二 國稅局你有調查嗎 你沒有調查 你根本就不能開單 第三 你開單依據你直接抄起訴書的資料 你直接說 第二 起訴書寫說有32億 你就直接抄下去 32億的補習班學費跟營業收入 你這金額怎麼來的 你到現在都沒有說清楚 你為什麼說不清楚 你沒有調查啊 你這講白了 這太極門說的從頭到尾就是無中生有 就是一個假案啊 你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到現在你都沒有交代清楚 監察委員 前林匯軍 前林匯軍 不好意思 監察委員前林匯軍委員 就曾經說過 太極門稅案 他們當初監委有七點的糾正 每查一條 每調查一條 糾正一條 國稅局說什麼 啊 我們弄錯了 所以當時委員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就已經跟財政部長說 這樣子 每一條弄錯 這已經是可以結案了啊 我們剛才講這樣子的違法 違法稅單 財政部 國稅局的上級機關 他會要求國稅局調查 我們剛不是說到說 國稅局沒有調查嗎 財政部要求國稅局調查 好你一坨拖了五年 你好不容易總算在民國91年度的時候 第一次 第一次才調查監察委員的性質 你用抽樣的方式 寄出含茶錶給匈師姐 那當時接受調查 206位匈師姐都說 禁師李是贈語 他們禁師李就是贈語 跟我們大家都一樣 每個匈師姐禁師李都是贈語 那既然調查結果是贈語 不是學費 你就應該要撤銷違法稅單啊 這不就是違法的稅單嗎 結果當時 台北國稅局局長張勝和 中區國稅局局長許玉哲 你們做什麼 你們直接縱容屬下 隱匿證據 不讓民眾閱卷 還偽造文書 直接說什麼 剛剛說的 每一個充師姐 受調查的地址都說是贈語 你們說只有九名 只有五名是贈語 2009年 台北國稅局局長 那時候台北國稅局長林中元 還回覆監察院 還回覆監察院 監察院調查 至於我問題暗制嘛 監察院調查 那時候回覆什麼 他們直接自己做表格說 喔206人 沒有一個人說證語 直接偽造直接跟證為領 直接造假 直接欺騙監察院 什麼都敢騙耶 你人民也騙 你監察院也騙 我就很好奇了 你國稅局你寧可 就剛剛提到嘛 你的依據是起訴書 你寧可去相信 你去裁認 還要法院審理的起訴書 結果你完全不去理會 補習班的主管機關教育部 你竟然用說太極門是補習班 你用說他是補習班 你是學費你要科稅 那補習班的主管機關教育部 民國86年多早 民國86年88年他的函都說了 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他出的專業意見就是太極門 不是補習班 立法院公聽會的時候 教育部的科長曾文昌 曾科長他也公開表示 我們還是要強調 他當時就說我們還是要強調 太極門的的確確不是補習班 對於太極門在整個全民體育 還有家庭的共處教育方面的貢獻 我們是給予肯定的 當時張勝兒就在現場 聽得清清楚楚 結果咧到現在 不但沒有撤銷錯誤的稅單 還是一樣啊 還是用補習班明夜課稅啊 就真的是不然理解 你補習班主管機關的話 你也不聽 好那中華武術協會 還有台北市體育總會 國術協會的黃昏忠理事長 在99年6月17號 立法院舉辦公聽會嘛 那他在公聽會上明確地表示說 他其實不好意思 明確表示說弟子包紅包禁師禮 是我們文化中弟子 對師父的一個敬重的尊重 從來沒有因為這個被拿來課稅的 那這其實就是呼應到 因為理事長他們就以那時候 在公聽會也就直接表示說 他們其實早在92年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92年的時候 就已經發函說明過啦 他們就已經說過 92年說過一次 99年你還要在人家公聽會 再來說一次 而且理事長那時候現場就說 國稅局這次對太子門瞌睡 已經是嚴重污辱到 氣功武術傳統國術的團體了 你是嚴重污辱我們的文化耶 那那場公聽會最後是怎樣 證據都擺一點錢啊 然後那理事長他們就 立委也說了 民眾證據也成了 那當時財政部次長張順和 還有中區國稅局的副局長收樹春 那也承諾現場的委員跟民眾 那為了當時張順和是這樣講 他就說為了不讓中區國稅局 去單獨承擔一個責任 他就讓一個局單獨承擔責任也不好 所以呢就是由中區國稅局怎樣上簽 簽上來給財政部 就撤回81年度中所稅的強制執行 並且在兩個月內是要解決太子門案件的 現場是有承諾的喔 那財政部後面的政事呢也含附給 但是回函給委員們 像有田秋錦委員啊 圖信哲委員 周雪峻這些委員 那他們都說已經命中區國稅局 是依照稅源激政法第40條來撤回執行了 那另外在當時的99年度的時候 中區國稅局也發函給行政執行署的 執行的新組分組來表示說 太極門呢80到85年度的案件 它是基於同一個事實來開出的稅單 那因為80年還有82到85年度 這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那如果是有不同的見解 是恐影響納稅義務人權益勝據 是影響人民權益是影響很嚴重的 所以現在的80年跟82到85年 有關禁施禮的部分 現在就已經更正為零了 那你們不是說是基於同一事實 開出來的稅單嗎 那同一事實開出來 80年度的稅單 那不就也要撤銷嗎 其他更正為零 這張80年度的稅單 不就是違反難道不用撤銷嗎 那為什麼到現在111年了還沒有撤銷 那你之前99年說兩個月內就會解決 我不曉得政府的誠信是在哪裡 政府依法行政在哪裡 那你現在沒有撤銷 你就去違法執行 你知道你這就是持續在侵害 人民的財產權 你這是霸凌人權耶 我們太行的氣功養生學會 是氣功武術的修行門派 我們文化宗教公義的本質 從來都沒有改變 這是經過最高法院 不好意思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 判治第422號判決 這直接確認的 我們就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那並且呢 剛剛提到了我們民國55年 成立到79年還有86年 成立到現在111年都沒有稅的問題 為什麼為什麼只有80到85年 這六個年度被課稅 到底我們稅捐機關可不可以說清楚 你們課稅的原因是什麼 曾經非立委他在院會直接就指出說 太行門55年到79年都沒有稅的問題 86年到現在也沒有稅的問題 捐贈行為應該是持續一致的 為什麼讀讀80到85年有稅的問題 每個立委每個民意代表 都幫民眾發聲這就是民意 這就是問說你們的稅圈機關 為什麼只有我們成立這麼久 為什麼只有這六個年度有問題 那甚至說其他年度都更正為零了 為什麼81年度沒有辦法解決 明明就是基於同一個事實所開出來的稅單 你們國稅局財政部 你們卻沒有去依照行政一致性的原則 行政自我拘束的原則 還有憲法所保障的平等權 憲法平等原則 你獨獨只有81年度 你還在用補習班的民意瞌睡 你這不只是歧視81年度們的施用解 你這就是歧視我們太子門師徒 你更是歧視人民 歧視政府 歧視法律 行政機關你本來就應該要依法行政啊 真的請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為了保護台灣這塊熱愛民主 自由尊重人權的土地 也為了捍衛我們那些81年入門聖師姐的真心 我們大家決定入門跟著師父一起修行的真心 我們不是補習班 我們不是像一般補習班一樣去上課就結束的 拜師入門是一輩子的 我們不要再受到這種違法的歧視 相同的事實 相同的證據 像81年度的案子 你就應該要依法來做相同的處理 請政治機關 國稅局 你們應該要依法來更正為例 不應該有差別待遇 並且不只是國稅局還有法務部執行署 請你們立即撤銷違法稅單 還有違法強制執行 立刻依法返還我們那些遭到你們違法沒收的太極門修行道場 欲定地 謝謝大家 謝謝翁律師 相信今日的主張不只是為了平反太極門案件 而是能夠真正協助政府消除歧視 維護社會公正與安定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人權委員會觀察員高鼎毅先生 主持人 各位語談先進以及線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228紀念日剛過 那今天是3月1號聯合國甸甸的反期十日 那在這兩個重要的日子呢參與這場論壇 我覺得格外的有意義 我們都知道228事件是發生在1947年 離今天已經第75年了 那但台灣歷史上開始去平反228事件 卻是一直直到1995年才由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對權力過敏之前 那我們可以說1995年是台灣轉型陣營的開始嗎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不這麼認為 要不然小英總統也不會在2016年這個大選時用轉型陣營當作競選的主軸和口號 那今年蔡總統在出席228這個中樞紀念儀式的時候 他特別表示說台灣的轉型陣營工程即將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那在今年5月的時候預計 柱轉會會提出來總結報告呈現出當年這個威權時期侵害人權的加害體制是如何的運作 以及台灣社會如何落實轉型正義深化民族來提出具體的建議 不過其實我們真的很想問問總統 這個轉型正義的工程是真正的轉型正義嗎 著名的學者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吳乃德先生 他在一篇文章叫做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盡之夜的這個文章中 他形容台灣的轉型是缺乏歷史正義 而且他提到事實上台灣近代台灣有兩次的政權轉移或者是轉型 那在這兩次的轉型之後轉型正義的問題都沒有被完整的處理 那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殖民政權推出台灣 由國民政府來接收 但這次轉型之後呢當年跟這個殖民政權合作的台灣人 並沒有任何人受到了任何形式的追訴或者是處罰 那第二次是在1980年後期的台灣民主化運動 跟前一次一樣轉型正義的問題也沒有獲得太多的重視以及提出來討論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威權體制的執政黨 也是國民黨在民主轉型之後呢仍由當時的領導人 就是李登輝先生領導之下繼續執政了十多年 那在這十多年的期間 國民黨他當然不可能主動去檢視過去對人權的侵害 也不可能在道德上去否定自己的過去 因此呢沒有真正的調查真相公佈和究責 那台灣就無法進行真正的轉型正義 更何況立法院所訂定的這個促進轉型條例呢 他竟然只有打算處理在1991年以前的案件 似乎呢是把這個1991年當作台灣威權體制的結束 那這樣子的認知跟這樣子的立法 他本身呢就是一種不正義 那用這樣子不正義的態度去處理轉型正義 我相信這個一開始的因不對出來的果可能就會有問題 那很明顯的嘛就在1991年之後還發 1991年之後的這個1996年還發生了這個太極門案件 顯然這個威權體制呢威權的作為呢並沒有在台灣徹底消失 那這個發生在1996年的太極門案呢是因為濫權的檢察官侯寬人 也許透過了背後的一些背景的知識 他挾著公權力來嚴重的侵害人權 用各種這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手段還有手法 透過媒體抹黑啊製造假證據啊 來對太極門的師徒進行了許多的迫害 而且為了達到這個消滅太極門的目的 他除了透過不實的詐欺罪名來起訴咱們人以外 他更教唆了一個稅務官員叫史月生 好作偽證污子太極門是補習班 然後呢甚至呢他污子太極門討漏稅捐 然後隱匿證據 那根據當時在這個侯寬人偵辦一開始 他所含詢這個銀行的回覆 在1996年12月28號回覆給侯寬人 上面說這個侯寬人凍結的跟案件相關的 這兩個帳戶的金額呢其實只有61萬餘元 可是侯寬人卻刻意的忽視銀行的回函 繼續捏造不實的這個巨額的金額 污子兩個帳戶呢金額有32億餘元 聯手國稅局來對太極門進行超過25年的這個稅務迫害 那太極門案件呢太極門的刑事案件呢 總共歷經了14位的法官 8位公訴檢察官那法法院開了58次庭 花了9570分鐘 對比這個侯寬人當時擠壓掌門人開始 到起訴公佈這個4個月左右的期間呢 他只開了3次庭去訓問掌門人 那問了13句話總共只有29分鐘 明顯的他的辦案是草率 甚至有毒直嫌 那侯寬人除了蓄意製造假案 更嚴重侵害被告的人權 所以監察院當時對侯寬人的這個濫權違法呢 也提起了主動的調查 那監察院認定侯寬人在處理太極門案件中呢 設有八大違法 要求法務部從嚴究責儀儲 但這麼多年過去了 侯寬人呢不但沒有被究責 他職務上反而還不斷的高升 我們看到這個228事件調查至今 已經幾十年了 從來就沒有公布過真相 以及架害者的資料 但即便如此 每年呢 政府還是有公辦的紀念活動 宣稱228事件已經頻繁 那當年的死者已經獲得了安息 那生者的悲傷也獲得了撫平 可是像太極門案件 這個死作用者這麼的明顯 甚至當年侯寬人叫做 這個做偽證的稅務官員 史月神呢 也都出面承認 當年是配合而做偽證 這麼明確的加害者 這麼明確的加害者 所做的這些行為 都一一的揭露出來之後 我們的政府 還能夠繼續裝聾作羊嗎 去刻意忽視 這樣子的冤案 而沒有任何的作為嗎 而且呢 還讓這樣子的加害者 留在行政體系 而且不斷的去拔捉聖官 我想 這樣的政府 真的 沒有辦法說 或者說這個政府 信誓旦旦地說 要進行轉型正義的這個基礎 我相信 對很多人來講是非常質疑的 那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它所認可具有諮商地位的NGO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 爭取個人以及組織良心自由協調會 簡稱CAPLC 在2021年的時候 兩度把太極門案提交到聯合國 強調呢 台灣政府 非法去沒收太極門的修行聖地 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歧視行為 因為 這個 心靈修行團體沒有了修行聖地 它就不能續存 那 那CAPLC的主席 這個也特別表示說 他們支持太極門持續抗爭 才能夠 聲張正義 這樣台灣的社會才能體認到太極門 是太極門為他們帶來 這個更和平以及更和諧的社會 那 其實太極門案件獲得非常多的 國際的人權專家跟學者的關注 曾經有25位的國際人權專家 聯名寫信給蔡英文總統 那呼籲這個總統能夠盡速來解決 這個台灣指標性的案件 也就是太極門案的問題 那在這個信件上 他特別也寫出了說 這個世界正在關注太極門案 因為這彰顯了年輕的民主國家 在轉型過程中 是否願意捍衛基本人權 以及宗教性的自由 並且對過去的錯誤補償於反省 那太極門案呢 是過去時代的產物 當時的台灣宗教信有自由 並沒有獲得充分的尊重 那 但是呢 這個 後續 現在的政府 對太極門持續的破壞行動 會讓人懷疑 過去的威權時代的問題 是否已經完全解決了 那我們知道這個轉型正義最成功的就是德國 德國 既取了納粹迫害的這個教訓 落實轉型正義 還原真相 也對加害者進行究責 那個 但是這個 如果說台灣呢 是這樣子埋沒真相 甚至縱容加害者 漠視這個流氓官僚 自以妄為 讓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的話 那相信這樣的轉型正義 在台灣 是絕對不會被落實的 那 這個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的顧問 即天埔大學的法權教授 Kenneth教授 他曾經指出說這個 從來沒有看過 比太極門 碎案還要更濫權的狀況 那他也說這個 當政府官員濫權時所影響的 並不只有那些受害者 而是我們的權體 因為 這表示這個 法治並沒有被遵循 不論是否直接遭到濫權對待 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 我相信有這麼多海內外的專家 學者 紛紛呼籲 平反太極門案 這是在台灣轉型正義的 這個過程之中 重中之重 今年 蔡總統在今年這個228 紀念的儀式的支持中 他特別強調 一個願意面對歷史 從錯誤中反省的國家 必定也會是一個擁有堅強韧性 能夠堅持民主的國家 這是轉型正義 至於台灣民主的意義 更是台灣人共同的使命 我們真的是聽得非常感動 所以我們也 在此也特別 呼籲蔡總統 如果說台灣要真正的進行 真正的轉型正義工作 那麼消除歧視 還原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真相 以及維護受害者尊嚴 並且嚴懲加害者 並且立刻平反法歲228的太極門件 才能讓台灣實現公平與正義 成為真正自由與法治的民主燈塔 謝謝高先生 關心台灣 關心人權 關心民主的國際學者專家 都能明顯從太極門案件中 看出威權 迫害人權的事實 並支持太極門為了爭相 持續的抗爭 希望蔡總統 真的能夠落實 在228紀念儀式中的致詞 面對歷史 從錯誤中反省 從政策面督促 權責機關 立即平反法歲228太極門案件 落實真正的轉型正義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杜逸宣會計師 大家好 228事件是所有台灣人 都應該要記得的歷史 那可惜過了75年 228事件還是在一個只有受害者 而沒有加害者和真相的狀態 那當政府跟媒體 一直在詢問受害者 是否願意原諒的時候 沒有真相要如何原諒 那當真相沒有被公開 代表加害者還想要掩蓋真相 就是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錯誤 那既然你沒有辦法認錯 又如何有道歉的誠意 那要怎麼樣去詢問 受害者是否願意原諒呢 那我們以為 228事件、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 和戒嚴都已經成為過去 好像可以民選總統 就代表我們已經邁入了民主 但是真相是 台灣根本沒有擺脫威權的異度 因為1996年呢 還是發生一連串的整數案件 像太景門、官場工人 其實都是政府公權力濫用下的犧牲品 只是以前用武力逼人民就範 那現在用法稅 無中生有一個罪名 就扣在人民的身上 甚至在兩年前 還是發生黃媽媽事件 詹老師事件 那警察僅是憑著自己主觀的懷疑 就將手無寸鐵的女性逮捕 那長時間拘留人在警察局裡面 那這些單純無辜的黃媽媽 還因此得到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這些其實都是不可逆的傷害 而且都是金錢沒有辦法賠償的 那還有承襲速肥條例 跟財法條例精神的查稅獎金 造成了許多的稅務冤案 儘管立委都已經修法刪除了 財政部還是換了一個名義 用稅務獎勵金的方式 每年編列上億元的預算 再發放沒有法院依據的獎金 那發生在20世紀的太景門案件 證實台灣根本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因為如果執行公權力的人 有依法行政 太景門案件根本就不會發生 那太景門案件是始於惡意檢舉 跟檢察官的不實起訴 完全就是政治人數的典型手法 抹黑跟宅藏 那台北國稅局及台北稅圈基金處 在1994年到1996年之間 都曾經到太景門實地查核 證實太景門其實並沒有販售 買賣物品的狀況 那台北市政府負責營業登記的建設局 在1996年的11月13號 也曾經派員到太景門實地商業基查 那證實現場是武術館傳授器工 並沒有營業的情況 那經過實際的調查 台北也認定說 太景門其實並不是營利團體 那在1996年12月19號呢 侯康蘭檢察官當時還是帶著大批的檢警調 搜尋太景門各地的道館 賀槍實彈翻箱倒櫃 違法將掌門人夫婦收押進監之後呢 又違法搜索跟羁押太景門弟子陳條心 還有接受媒體訪問的多位弟子 而且還以心理的行求不人道的對待恐嚇太景門弟子 以他們的家人违逼利用 那就是要逼出不利於掌門人的一些證詞 而且除了這些以外喔 侯康蘭檢察官還傳訊了國稅局的稅務員始月生來作為證 污指說太景門是補習班涉嫌逃漏稅 以法稅雙重加殺太景門 那在2021年就是去年的時候的8月 網路上流傳經傳一段影片 那這個影片是當初作為證的這個稅務員始月生 他在挨莫良心發現透過媒體還原 當時候被逼迫配合這個檢調的真相 那這10月生就說啊 當時候是侯康蘭找他去套圈圈打混 而且爆料指出喔 那個時候人家找他 他就跟他講 他就說其實太景門這個案子有問題 但是並沒有人要聽 那檢察官指控太景門逃漏稅 其實主要的證物就是10月生的證詞喔 可是這個證詞並沒有依法提供被告辨明 可見太景門案件完全是檢察官和國稅局 套招製造違法稅單的一樁金釋的假案 那太景門案件呢 因為檢察官的不實起訴還有違法移送課稅 而衍生出1991年到1996年6個年度的稅案 2007年的7月13日 司法三審判決其實已經判定 已經認定太景門是無罪無稅 那太景門源自於刑案 當時候的財政部長王德山跟次長王榮舟也都曾經表示 太景門稅務案件是從刑案衍生而來的 如果刑案無罪課稅處分就會撤銷 刑事三審判決無罪無稅之後呢 前財政部長 暨WTO大使嚴慶章也表示 最高法院認定禁私利是屬於正與性質 而不是所得 所以沒有所謂所得稅的問題 那對於刑事法院裁判 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其實沒有理由你不加以去引用 可是國稅局仍然繼續無視這一些的證據 仍然繼續強徵課稅 那導致太景門的修行生理最終還是遭到了違法的拍賣 太景門稅案的過程當中有太多的加害者 而且這些加害者都是機關的首長 那不僅隱匿證據、偽造文書、篡改公文 導致影響行政法院的判決 還盜賣太景門長門人的資產 其實這個任何一項都是刑事罪 那尤其被稱為是敗家部長的張聖和 他是涉入太景門案件最深最久的財稅官員 2002年他擔任台北國稅局局長的時候 曾經向陳情的太景門弟子表示 如果太景門稅務案件打贏了行政訴訟的一審 國稅局就不再上訴 但是他最後卻是違背了承諾 其實事實上這樣子的說詞 根本是行政機關在欺騙人民的謊言 因為稅務案件的行政救濟 根據學者的調查 人民勝訴率只有6% 那立委賴士保在質詢財政部長的時候更說 其實稅務案件的勝訴率只有0.3% 而且他還說行政法院根本就是敗訴法院 那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比率 人民的勝訴率都是比九死一生還要低的 九死一生還有10% 但是我們是連勝訴率 連10%都不到 那而且就算人民贏了行政訴訟 稅單還是會回到原處分機關 再做事法制處分 形成萬年稅單 在稅務體系資歷豐富的張誠和當然深知這一點 因此這樣的說詞根本就是在欺騙太極門 因為無論如何 國稅局還是會繼續重新開單 他們一開始根本就沒有撤銷稅單的打算 那甚至明明知道 206位接受國稅局含查的太極門弟子都表示 禁詩禮是贈語 而且禁詩禮是贈語 那但是他還禁縱容屬下偽造文書 謊稱只有九人是贈語 而且隱匿這項有利的證據 不給人民月券 也沒有依法提供給財政部訴院會 誤導訴院會錯誤的駁回訴院 那2003年張誠和為了掩飾他 盜賣掌門人 太極門掌門人夫妇的股票盜領存款 還放縱屬下 用立可白塗改公文的文書日期 結果後來被行政法院揭穿之後呢 竟然以民實不符 與法律規定不合的退稅名義 挪用國庫退還當時候違法執行的款項 台北國稅局才返還當事人 然而卻只違反違法拍賣股票的金額 你連利息都沒有違反 其實加上違法執行的銀行帳戶 還有利息的金額超過1000多萬元 到現在都還沒有歸還 那中區國稅局違法執行銀行帳戶的金額 加上原本應該退還的稅額 卻自行違法扣禮 而且還加上利息也高達300多萬元 也是沒有歸還 所以真正的事實是 太極門沒有任何欠稅 而是國稅局欠錢未還 那不僅如此 在張誠和擔任財政部長的任內 因為思慮不做的倉促開征的證所稅 短短5個月造成股市的市值 蒸發2.2兆 證交稅短縮550億 外資金流出453億 當時有朝野一致抨擊 這個是錯誤的政策 監察院也提出糾正 而且痛批 痛批作物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可是監察院糾正之後 並沒有任何財政部的官員為此負責 前財政部部長張勝兒 他更堅決地表示說 他無欠可盜 把自己的舒適強辨成是進步的開端 拿人民的血汗錢來貼補施政的缺失 跟財政的漏洞 而且還是偽理所當然 那紀人的部長許玉哲呢 更在立委的質詢的時候表示說 再向人民課稅來給政府用就好啦 那這些違法跟犯錯的官員 其實都不用負責 國家的損失都是由人民買單 但就算是經濟成長 收入增加 人民再怎麼辛苦賺錢 努力繳稅 財政的缺失這個無敵大特洞 根本補不完 但我們看到的是財政部不僅不知道要檢討 還每年編列上億元的獎金預算 2009年台灣將國際兩公約國內法化 可是財政部長似乎更重視獎金剩於賦稅人權 2013年立委主張刪除財政部大約一億元的稅務獎勵金的預算 那財政部長當時 財政部長張成和當時候極力的反對 他的理由是說 待遇不高 不足以仰臉 那財政部長徐則更對著媒體說 如果你要考量稅務人權 那乾脆都不要課稅算了 其實查稅獎金在2004年已經經過朱信瑜等160多位的立委提案廢除 那包括警政海關呢 他們自己也自刪獎金 2008年財政部竟然以作業要點方式 讓沒有法源依據的查稅獎金 用稅務獎勵金的明目繼續存活著 那2021年財政部持續編列獎金預算1.3億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更編列執行績效獎金2億多 行政執行署20年來累積執行績效超過6000多億 近8年政府操增稅收 操增的稅收金額高達1兆743億 國外稅收如果操增都是操增還民 那台灣宣稱要還國債 結果國債卻是越還越多 那財政部跟行政執行署紛紛交出亮麗的成績 人民卻覺得快要窒息 那我們再來看看一個驚人的數字 根據行政執行署的統計 2001年的新增欠稅欠費強制執行案 是189萬件 2020年是1431萬件 20年暴增了7.5倍 那全台灣2300萬人 平均不到兩個人 就一個人欠稅欠費 那當中有多少是冤枉的案件呢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 曾經說執法比立法重要 那新加坡之所以可以有 世界級高水準的司法制度 在於他們執法的徹底 所以他們治安良好 而且很少聽到有公務員的醜聞或是弊案 那台灣其實並不是沒有法律 也不是沒有制度 但是一個官官相互互相包庇的執法體系 法律等於沒有約束力 而且也浪費了龐大的立法資源 掩蓋真相其實會造成大災難 比如說2007年金融海嘯 其實就是銀行和信貧機構 因為利益而造假然後去欺騙大眾 造成一夕之間很多的人民存款 蒸發失去工作和房子 那政府對加害者的包庇更加的證明 政府連收法都沒有辦法做到 法律定的在州想其實也只好看 違法官員就應該要受到懲處 這不僅是給受害者一個交代 也表示台灣司法改革的決心 那更是落實依法行政的表現 謝謝 是這樣的問題 謝謝本場次所有的語談專家 在聯合國零騎士日 以太極門案件為例 做出國事鑑言與呼籲 真相只有一個 讓我們一同聆聽 太極門案真相 必選錯 sher共存 나온港 非常но聲 趁街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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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基门岸间真相是什么 台湾最高法院 汉绝无罪无千水 过水去才真不违背 这小水淡的沉默 过水去为法强行海埋 海基门修行与定地 为法收归挂腰 为法官员良心在哪里 功利人权正义在哪里 海基门岸间真相是什么 这千影片 台湾最高法院 汉却无罪无千水 过水去才真不违背 这小水灯的晨光 过水去 未发强行排埋 开起门修行与定谛 未发收归挂腰 未发官员良心在哪里 公立人权正义在哪里 开鸡门 半箭真相是什么 台湾最高法院 汉却无罪无千水 过水去才真不违背 车销水淡的晨光 过水去 未发强行排埋 开起门修行与定谛 未发收归国药 正义只是良心的团结 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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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中的冬啊 我们在北中的冬 是重要的 而且我们预计续续续谈论 我们的声音不会在闭上 直到正常的声音会会讲到 各位与谭贵宾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2022响应联合国世界零歧视日线上论坛 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原则 保护个人信仰权 自由选择与行使信仰的权利 不受到政府胁迫或报复 然而在世界民主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以税务为手段捏造逃税势力 试图以财务手段摧毁不合上义的宗教团体 的例子所在多有 联合国世界零歧视日 我们要一起观赏 由人权无国界组织创始人 威力辅态所带来的蓄意强行征税 捏造逃税势力 军属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隐待 In 1993,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claimed January the 16th Religious Freedom Day in remembrance of Thomas Jefferson's landmark 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on January the 16th, 1786 adopted by the 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 the statute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a found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which preserves an individual's right to belief and to choose an exercise face without government coercion or reprisal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involves the right to have or not to have a religion or beliefs the right to change or to retain one's religion or beliefs the right to share one's religion, beliefs or worldviews and make new member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worship and assembly the right of associ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se fundamental tenets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states can demonstrate great ingenuity in developing policies which can unfairly and dangerously threaten its very essence one of them is the deliberate arbitrary taxa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or even fabricated cases of tax evasions with the intention to destroy them financially this was the case of fou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groups in France Jehovah's Witnesses the Evangelical Church of Besançon and two homist belief groups in 1996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published a report about 172 allegedly dangerous cults sex they say in French which were almost portrayed as criminal as criminal associations the association of Jehovah's Witnesses was the first one to be targeted by the tax administration which unduly claimed the payment of 45 million euros on manual donations 15 years later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found a violation of article 9 so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it noted that the manual gifts received by the association represented the main source of its funding and over taxation of 60% imposed on the association was violating the right of its followers to freely exercise their religion in practical terms subsequently the other stigmatized religious associations benefited from this pilot judgment and the French state had to reimburse all of them some months ago the High Court of Quebec so in Canada ruled that a Taoist Tai Chi Institute was to be regarded as a religious association rather than an institute for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at it had therefore been illegally taxed by three cities and was to be reimbursed in Taiwan in April 1997 Dr. Hong Tao Tse the founder and spiritual master of Tai Chi Minh was indicted by prosecutor Hu Kuan Zhen for allegedly tax evasion concerning manual donations for the years from 1991 to 1996 by Dizi to their Shifu this practice had forever been recognized as a non-taxable and donations had always been exempt in the case of Tai Chi Minh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Chi Minh's Shifu and his disease has remained unchang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Tai Chi Minh King Hong Academy 55 years ago however illegal taxes and heavy penalties were imposed on Tai Chi Minh for six years based on the unlawful indictment it took Dr. Hong 10 years to be declared non-guilty of tax evasion and all the defendants were acquitted on final appeal at the Supreme Court in July 2007 as the court had ruled that no tax was owed by Tai Chi Minh the tax bills should be revoked according to the law but they were not for the year 1992 prosecutor who as well as officials of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lost their face and should have lost their bonuses but it was not the case and their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not prosecuted however artificially and illegally the two state institutions maintained their prosecutions against Tai Chi Minh for an allegedly unpaid tax on disease donations to their Shifu dating back to 1992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July 2007 the Supreme Court had ruled that the donations were gifts which were tax-exempt income and non-taxable in addition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of Taiwan concluded that its previous final judgment for 1992 tax bill had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 facts and evidence and that the 92 tax decision is unjustified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administrative abuse was that in late August 2020 Taiwan's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and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arbitrarily seized and auctioned the land intended for a self-cultivation center for Tai Chi Minh disease despite the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set in stone in France and in Quebec Taiwan is still failing to do justice to Tai Chi Minh in Taiwan for 25 years th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urning a deaf ear to outside experts and has not consulted any it has ignored all the court rulings and even the Supreme Court it has illegally imposed taxes and auctioned Tai Chi Minh's property instead of abiding by the highest national court instead of apologizing and reimbursing Tai Chi Minh a political decision should put an end to this denial of justice I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谢谢 福泰先生 希望 政府 能够正式 来自国际的呼吁 透过政治 决策 以终止 现行这种 剥夺正义的行为 接下来 我们欢迎 本场次 第一位 语坛人 大学 护理师 黄轩之 小姐 谢谢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 太极门弟子 我的师父 太极门 长门人 洪道子博士 提到 林骑士 是世界 和平的基石 的确是这样 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有人被歧视 就是不平等 那歧视下 可能会发生的现象 有什么 大概就是排挤 欺负 跟霸凌之类的情形 所以人跟人之间 当然就会有纷争 当然也不会和平 今天3月1号是 联合国的世界 临期视日 当初是因为发现 许多罹患 艾滋病的病患 在社会上被排挤 被歧视 但是其实歧视的问题 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关系之间 昨天我看到新闻 台湾 COVID-19 已经痊愈的病患 也爆出说 在社会上 有被排挤 跟歧视的情形 此外呢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 学生同财之间 发生歧视 然后就发生了霸凌 再来就是国际间 常常出现的 种族歧视 这些都是大家 很容易理解的 那请问 大家想想 政府跟人民之间 会不会有歧视的情形 当然也会 所以才会制定一些 国际法律 跟国际公约来规范 然而在台湾 其实政府 歧视人民的情形 非常的严重 我所理解到的歧视就是 明明大家都合法 大家这样做都可以 但是被歧视的这个人 或这个团体 就不行 我们从世界人权宣言 到国际两公约里面 可以看到 其实都一直在强调 人人平等 但是有些国家政府机关 就是执意为法的 对待人民 这样的歧视 其实也是一种 不平等的国家暴力 在台湾 最明显的就是 法税的歧视 我们就拿 学者称为 法税照耀金的太极门 来看看 首先 台湾上万个 宗教无数团体 禁止禁奉 给上师跟师父的禁食礼 都是免税 所得 都是正与性质 为何独独对太极门 违法科税 就连行政法院的法官 在开庭的时候 都当面质问国税局 为何独独对太极门科税 而且依法 正与税照科的对象 是正与人 结果太极门案 科生的对象 竟然是受证人 不但违法 连对象都搞错了 相当的离谱 真的是严重歧视全台湾人民的智慧 跟法律尝试 再来 所有法官判的都要遵守 为何2007年最高法院判决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国税局跟行政指引署 却可以不遵守 甚至强行违法拍卖 我们太极门的修行道馆预定地 这就是违法官员 在歧视国家的法律 跟霸令人权 还有 违法罢的检察官本来就应该要被惩处 为何侯宽人检察官承办太极门案 被监察院调查出八大违法的时候 监察院要求法务部要对侯宽人 从严就责益处 法务部却完全不惩处 是歧视监察院调查的结果吗 否则为何可以不理会 不惩处 执意要包庇严重违法的侯宽人检察官 而且公务员本来就不可以伪造文书 或者是篡改公文书 为何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在太极门案中就可以纵容下属 篡改公文日期 倒卖民产 到现在都不用被治罪 我们再看看体制上的问题 全世界没有国家在人民被开出税单金额 没有确定对错之前 就要先缴三分之一这种事情 而且呢 如果没有缴 财产就会被强制执行 被排卖 甚至被限制出境 或具体管收 这根本就是歧视台湾的百姓 难道台湾百姓是二点公民吗 还是觉得台湾人就是好欺负 还有 行政法院的税务判决 该缴税就缴税 不该缴税就撤销 为何判决撤销原处分之后 还要多加注一句 令委是法之处分 意思就是 要另外再找适合的法律 来处罚这个人民吗 完全就是有罪推定的威权思想 一样是在歧视人民 难道是认为人民不可能会清白吗 如果这不是歧视 什么才是歧视 太极曼之所以被称为法税造妖精 就是过程里面发生 也发现太多台湾法税制度的问题 以及太多人员违法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 如果一个国家常态发生的歧视行为 是明显 而且长期的违法侵害人民的权益 而却都没有被制止 那这个国家真的迟早会灭亡 就像美国人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说的 任何地方的不公益 都将威胁其他地方的公益 因为在社会里面 一旦有人受到不公益 而没有被制止 就会泛滥成灾 我们从全台湾每年新增 千岁千费 强制执行案件 历年的数字变化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 台湾现在进行事 2000年全台湾有将近190万件 一直火速攀升 直到2020年 成党率超过7.5倍 来到1431万件 这个可怕的线性高速成长 真的非常的吓人 这20年来全台湾的人民 遭遇到超过上亿件的 强制执行案件 大家想想有多么的离谱 多么的可怕 其中有多少是被烂开 违法税单造成的 或者是被烂拍卖的受害者 好我们就来看看 新增金属是怎么拍卖的 近期新闻看到 因为欠罚款 就连人家祖先的目的都要拍卖 官员难道是歧视人家的祖先吗 国家有必要落到 要拍卖人民的祖坟 来增加国库收入吗 这是要献国家于不义吗 再来 只欠1.8万的交通罚款 就要拍卖人家300万的祖措 只欠3.8万的税 就要扣押人民2000万的房子 是歧视人民不懂法吗 因为这根本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也侵害了宪法保障的人民生存权 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会不会想不开 再来 想想这样的个案 在台湾光2020年就有1431万件 然后我们再谈到现实面 社会上面对这些税灾物 或者是这些受害者 常常有出现检讨被害人的恶行 其实这是另一层加深歧视的不良风气跟文化 我举例像强报案 就会有人说 啊 是因为被害者穿太少 那时遇到被抢劫 有人说 啊 就是因为他钱财漏白 其实这些都是在合理化犯罪行为 同样的 也有人说呢 太积门就是人多 数大招工 其实这些都是模糊焦点 合理化嫁害者行为的歪理 因为事实证明 太积门根本没有欠税 法院三审判决清清楚楚 另外 有太多太多的税财户也都出来控诉 他们的税根本是被违法虚构出来的 其实真正的道理应该是 穿再怎么辣 再怎么有钱 团体人数再怎么多 都不应该遭受任何的歧视 因为人人都有免于恐惧 免于伤害的基本人权 人人都有隔离合法的赴税人权 所以 真正错的是这些加害者 加害者不应该歧视别人 更不应该违法侵害别人的人权 那么 到这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是谁 造成台湾现在这样的法税歧视 麻烦大家在留言区帮我写出 你的直觉跟想法 还有答案 或者是说 是谁允许国家违法官员 继续这样的歧视人民 让每年的新增欠税欠费执行案件 年年暴增到现在这种地步 让错误的这些法税体制 一直留在台湾的国家体制里面 好 我公布了答案 其实我觉得是你 是我 因为我们没有强烈的发出抵制的声音 要求政府停止这些违法歧视人民的行为 所以违法的欠税 欠费的案件 一直火速蔓延到今天 让平均全台人超过一半的人 都有可能遇到这些强制执行案件 好 如果你说 有耶 我有觉得这样不对 我有发出声音耶 我有支持法税改革联盟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们发出的声音其实不够大 因为没有大到政府觉得有关痛痒 其实我觉得台湾近期 真正能够有关政府痛痒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就是红中秋安 红中秋安 有将近二十万人上街头 让立委马上修法 裁测军事法庭 转为地方法院审理 然后我们就影响的范围层面来看 相对军事法庭 其实税制更是攸关整个国家财政 跟全民财产的重大议题 更是至关重要 所以 全民更应该站出来 一起捍卫自己的扶税权益 要求政府落实改革法税制度 还给人民真正的平等与正义 因为唯有足够强大的民意出现 才能推倒不良体制的高强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黄小姐 诚如美国人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说的 任何地方的不公益 都将威胁其他地方的公益 这也是平反太极门案件的迫切性与必须性 就像黄小姐所说 每一位世界公民都是自身权利的最佳捍卫者 也是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今天的线上论坛 也是希望汇聚彼此的力量 督促政府施政 挥别法税其事 走上真正的平等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教育工作者安妮塔 大家好 我平时是从事教育工作 也是一个实相的女儿 少年父亲在观音山下 从事庙与石塑的雕刻 在传统的武功 细数 公益的传横里 私途关系 十分行密 各位与谭贵宾 各位在地文化的传承 是带创新的成功呈现 文化软实力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呈现 中华武术总会理事长黄坤松 他曾经说过 台湾的在地文化 包括武隆武师 胜头十八般武艺 其实都和武艺有相当大的观念 优势文化的保存 也都是透过师储相传 才能够信得薪锤 地史包红包信师礼 是我们传统文化中 地史对师傅的顺踪 黄坤松曾经于2010年6月17日 在立法院的公庆会上面表示 地史包红包信师礼 是文化中地史对师傅的顺踪 从来就没有因为 甚至被拿来瞌睡 中华武术节会 气功节会 台北市国术会 早在2003年10月也曾经发行 做出这样子公开的一个表示 事实上呢 太极门因为地史禁资礼 而被碎宣积传克森 碎宣的事情 其实已经严重的 侮辱到全国的气功无数 传统国术的团体 传统的礼书 有它的文化脉络 是不容扭曲舞灭的事实 因此我们可以说 政府对太极门的歧视对待 事实上也就是对民间文化的轻蔑 不只打压了民间本土文化的发展 也影响到了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及竞争力 多年来 太极门手片无大手 仅小101个国家 宣扬碍与和平 在国际间备受肯定 战域无数 可是很讽刺的 在国内却饱受司法和财税器官的歧视霸凌 一个表达人与人之间诚事的心意 遵循古理的纯朴礼书 竟然可以因为一个滥权的检察官侯川仁 再加上少数违法的财胜官员 就可以让一个根本无松生有的蔡秦门案 超过25年 未能够得到平反 明明2007年7月13号 台北税高法院判决蔡秦门 无税无欠税 此时国税局一样 继续对蔡秦门违法开担 2010年6月17日的立法院公庆会上 财政部市长桑胜和 中区国税局副市长焦树坤 他们都公开承诺 要在揽折月室内 解决蔡秦门的冤案 财政部长李素舍 也在同年的7月22号 要求中区国税局一 税圈秦门法第40条撤回执行 从此也行文给田秋行等三位立委 可是官员却违背承诺未能解决 最后最可恶的是 竟然还联手行政执行署 在2020年8月21号 将太极门修行圣地违法拍卖 并且周规左右 多年来官员的一代违背承诺 实在是伤害国家伤害人民 这要人民情何以堪 3月1日是世界零歧视日 主要是宣导去除法律 和政策中的歧视禁条款 宣扬平等包容和保尚的精神 零歧视是世界和平的基石 中泉大学财经法律学系 黄俊协教授 针对太极门案曾经做出以下的评论 国家西官 针对某些克定团体或他的成员 做出违反他文化中心下持的行胜处分 甚至影响团体的运作或要求其改变方式 已经构成对该克定团体的文化歧视 譬如 致意认定太极门弟子对师父的精神理为学费 就是其中一例 国费局就太极门弟子剩与师父的精神理 与其他武术宗教师奉献为不同处理 也已经违反了宪法平等原则 国际人权两公约文化歧视禁止原则 联合国世界公民总会主席 对内瓦德洛曾经表示 太极门师父为了解决太极门案 已经耗费了许多的时间跟精力 这让他们无法更有效力的势力保存 和推共骨团的崇高文化 事实上圣谷是不是也应该要好好的闲讨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是落实人权保障 同时也应该要去除以法罪事助造成不平等的跟歧视 这样子社会才有公理与生意 整整超过25年了 蔡奇门师徒时时等不到真正的生意 在此呼吁圣府去除对蔡奇门案的歧视 平反蔡奇门冤案 重建法罪系律 不要再浪费社会成本了 让蔡奇门能以鼓传文化金髓 为台湾带来更多创新的在地文化 提高台湾在世界的人见度 并且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圣能量和和平的讯息 谢谢大家 谢谢恩塔 师徒文化也许无法用现代的法律精确描述 然而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师徒情谊与相处模式 并不因为法律无法精准的陈述就不是事实 国际两公约对于文化与信仰的保障 也是对文化信仰的特殊性和人性尊严的尊重 以有限的认知试图定义所有的对象 就是一种傲慢与歧视 这也是今日的世界所致力于破除的现象 希望心心念念与国际接轨的台湾政府 能够真正从观念上 跟上世界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高度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资深会计张国勤小姐 主持人与谈人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世界灵骑士日 一指终止一切形式的骑士 透过全球性的活动来呼吁 团结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人人身而平等都应该受到尊重 并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免于贫困免于恐惧四大自由的权利 但是你知道吗 全球79亿3000万人口只有6.4%活在完全民主之中 经济学人智库2021年民主指数调查 台湾位列全球第八 胜过美国 加拿大与欧洲多个民主大国 位居亚洲之冠 近两年多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爆发 2020年台湾防疫表现卓越 台湾Can't Help 我们形有余力对许多国家伸出援手 这是我们共同的荣耀 然而在疫情期间 台湾各个角落却有一些公权力 歧视弱势族群的事件发生 在新北市一位石荒老伯捡到价值278元的废铁 遭巡逻远警逮捕以窃盗罪法办 案发现场并没有张贴任何告示 警方却严苛执法 检察官又强劝他认罪 让他深感屈辱 石荒伯已死明治 女儿流泪控诉 司法杀人 政府对国外友人 和对自己的老百姓 明显存在差别待遇的启示 政府应该要保护 让人民安居乐业 免于恐惧与匮乏 但执法者却以法律来逼死人民 跟各位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我在周睡的时候被收养了 养父母对我疼爱有加 但是在我24岁的那一年夏天 父亲却在某一天的凌晨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察竟然对我说 因为你是养女 以我们办案的经验 我们怀疑你是嫌疑人 我忍着上腹之痛 还得遭受远警冷言冷语 对我质疑和污蔑 每个人都知道 办案执法要勿忘勿纵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但警察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就既定成见来妄下定论 这是对我的歧视极不公义 父亲过世之后 每当我听到 这户车的警笛声 我整个人就会心悸无法呼吸 因为思念父亲 常常一个人躲起来哭 后来经由同事的引荐 有幸在1995年 办师进入太极门 在师父的深教研教之下 我学会勇敢面对人生的课题 乐意分享帮助别人 每当跟师兄师姐谈心相处 都让我对幸福 有更深刻的体认 我很感恩师父收我为徒 让我的人生 重新启航的机会 然而却在1996年12月19日 太极门遭到侯宽人检察官 以迫害信仰自由的方式 制造假案违法侦办 带着大批的媒体记者 出动检警调大动作搜查太极门 当晚掌门人接受征讯 直到凌晨 但是中市7点半晚间新闻 独家头条 已经宣称太极门涉嫌宗教诈材 都还没有征讯完毕 就已经编造结论了 侯宽人不断泄露不实证据 及侦查内容给媒体 在侦查期间 12家电视台 70次以上的播报 媒体超过400篇连载事不实的报道 造成社会未审先判的氛围 让上万个太极门弟子的家庭 遭到亲友同事长官的误解 甚至走在路上 还会遭到陌生人的攻击 辱骂和鄙视 侯宽人未经实职调查 及利用假证据假证人 无止太极门诈欺 让销贵 讨漏税等罪名 如此草率办案 再在显示国家公权力 遭不向检察官违法滥用 太极门案件在2007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确定 无诈欺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争法 无辜被羁押的太极门师徒 在2009年全部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足以证明太极门案件的确确是冤假案件 监察愿于2002年主动调查 侯宽人侦办太极门案件设有八项重大违法 以送法务部重研究责益处 这时太极门案是司法人群受迫害案件 然而法务部及高检署官官相护 以案件尚未判决确定为由 拖延时间 最后竟已超过10年惩戒时效 对侯宽人未做任何惩处 2018年 侯宽人高升为连政署副署长 2022年高升为法医研究所所长 我们国家的法律难道就是让这些 屈法犯法的官员玩弄于鼓掌吗 法务部和高检署的作为 明显是不尊重监察院 不仅是歧视人民 连位居五院之一的监察院 都遭受到不平等的歧视 太极门是器工武术修行门派 登记于内政部所辖的武术团体会员 是属于免税团体 弟子进城师傅进师里 是正与性职 属于免税所得 依法有据 太极门完全没有课税的问题 然而由刑案衍生出来的太极门税务假案 至今26年了 还没有解决 这些违法官员贪图 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励金 和执行奖金 强行将太极门土地违法拍卖 收归国有 谎称依法行政 实际上却是严重侵害人权 抢夺人民财产 触犯刑法第129条违法征收罪 台湾以人权立国 然而在致死至终 就是无中生有的太极门假案 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暴力 严重违反我国宪法 国际两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 侵犯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 制造假案 抢夺人民财产权及人身自由权 抹黑污蔑 制造全国社会恶意歧视太极门 损害上万名太极门师徒的人格权 监察院陈菊院长在美丽岛事件当中 一样是遭受国家人权严重迫害 他说过 我们这一台走过黑暗的路 希望那一台不要再走同样的路 台北真理大学张嘉玲教授说 太极门案件其实是台湾历史上 说明各层级政府机关不尊重宗教或信仰自由原则 一个最血淋淋的例子 同时也是让台湾在国际间相当难堪的一个原因 太极门奖案已经占去上万人超过25年的生命和岁月 我呼吁蔡英文总统和陈菊院长 本于职责 若使转行正义 即刻平反严重迫害人权的太极门假案 严惩所有的违法官员 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 归还遭非法收归国有的太极门修行圣地 展现你们人权斗士的勇气 发挥政府良知良能 成为国家的良心 与世界接轨 共同促进人权的保障 让台湾成为一个完全灵歧视的社会与国家 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 名副其实完全民主的民主灯塔 谢谢大家 谢谢张小姐勇敢无私的与线上的好朋友们 分享自身的人生故事 也正如张小姐提到的 监察院成局院长在经历过美丽岛事件的牟利之后 许下心愿 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自己这一代一样 走人权被打压的黑暗道路 这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业务助理 古正春小姐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好 3月1日是世界灵歧视日 歧视这两个字一直以来都是很敏感的议题 例如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 年龄歧视 宗教歧视等 我们常常听闻国外的留学生 或是四处理由的背报课 描述自身遭受歧视的故事 但是当我们生怕被以歧视的眼光对待的同时 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歧视了他人呢 说起来歧视 这是就是别人只看到你的外表 就对你有些评断或想法 说到这我来谈谈 年轻时我在工作上 碰到一位新进员工被歧视的故事 这个员工呢 各自娇嚣 当时每一条线的领班都拒绝用他 最后退到我这边来 当时的我内心是有点不平衡的 但是当我想到太极温师父洪道智博士 想想师父对待我们所有的弟子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我应该也不能有分别性啊 也想到师父平日教导我们 要去看一个人的优点 我因此也就释怀了 我开始手把手教他怎么做 最后他编成最抢手的 每一条线的领班抢着要他帮忙 他也成功的成为正式员工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智博士 他在致辞中也提到 每一个国家 每一位世界公民 如果决心不要让现代的我们及后代的子孙 重蹈二十世纪人类两度经历的悲惨战获 我们就必须坚守良心 守护基本人权 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念 唯有以爱为出发点 人人守护良心 不分性别种族阶级 党派 国别及宗教信仰 皆相互尊重与包容 才能真正实现正义平等 自由实现我们想要的美好未来 歧视不仅是性别种族年年宗教健康等歧视的问题 近年来世界临歧视日已经成为先导去除法律政策中的歧视性条款 以及平等包容及保障的象征 在台湾太极民案就是被流氓官员不遵守法律 被污名迫害被歧视的怨错假案 起于风声鹤唳的85年 侯冠联以缺乏科学证据的养小鬼起诉 弃功武术修行团体太极门 引起全国画篮一笑国际 更夸张的是 侯冠人在起诉后不久 接受电视主持人李士端的访问时 既然说自己是根据掌门人眼神闪过的一丝阴影 就判断掌门人有养小鬼 时任立委田秋警 咨询法务部长曾永夫时又提到 如果检察官都像侯冠人这样用眼神来判断 有没有犯罪的话 那台湾就永不宁日 光是太极门就可以看到多少家庭因此受害 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检察官 如此言行令人感到废异所思 庆幸的是历经三审最终刑事法院判决太极门无罪无欠税确定 并获得国家愿意赔偿 和宽然的造假污蔑伤害了太极门上万个家庭 而我的邻居亲人充满营后的问我 你们师父都被关了 你还去会馆吗 姑姑指责我 不好好的督促小孩功课 一天到晚晚会馆跑 我回我姑姑说 太极门要是不好 我全家不会都是太极门弟子 何况我小孩在太极门不用我还行 他们被我师父教导下 品性好功课也不差呀 也有上大选呀 在我的观念里 身心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太极门被迫害 迈入二十六年来 我已至孙满堂 也都是太极门弟子 太极门被侯攀人无中生有的误陷 首信太极门全体弟子 在师父领导下仍然屹立不咬 无坚不吹的坚强心灵 以大爱精神自利自费行轴全球五大轴 走访一百零个国家 在全世界中完成超过三千厂次的文化展演 以具体行动拨下爱与和平的种子 解救生命共同体的一万森林 2002年监察院详列侯宽人检察官 侦办太极门案涉犯违反侦察不公开 违法搜索违法冻结资产 强害司法威信等各多处违反刑事 诉讼法相关规定 严重侵害被告知权益 强害检察官公正执法形象等 八项重大违法 并移送法务部从严究责易处 依法 侯宽人检察官就必须受到陈处 请问侯宽人有被陈处吗? 没有 还被晋升为廉政署副所长 去年又晋升为法医研究所所长 这要让人民对司法人权如何因因其盼呢? 侯宽人办太极门案都可以如此不符合科学证据 占拦权权 依法本该承除却升官 那么对刑事案件的使者来说 又如何替使者伸张正义呢? 据府人大学契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为侍从统计 太极门税务迫害案件中 政府官员总共违反了49种法律 342条法条破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的个案记录 是世界金氏纪录啊 其所段就是白色恐怖 用尽各种方法没收人民的财产 违反了这么多的法条 却没有一个官员受到成熟 请问这叫法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吗? 呼吁法最真改革良心救台湾 零歧视从平反太极门架案做起 让台湾成为真正的民主圣地 并去除法律和政策中歧视新条款 对国家社会乃至于世界的重要性 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古小姐的分享 确实你我都是能够从自身做起杜绝歧视的那个人 而近日战争的威胁迫在眼前 这个世界更需要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都能相互尊重与包容 以良心实现正义、平等、自由与和平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退休人员陈瑞华小姐 主持人、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013年的今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将3月1日设定为零歧视日 并表示唯有人人杜绝歧视 社会才有公平正义 而实现零歧视 则需要每个人改变观念跟做法 我非常认同要实现零歧视 必须要从观念改变开始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分辨是不是被歧视 那又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呢? 举例来说 过去我们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社会 女性跟男性同工不同酬的事件是很平常的 没有人会觉得需要改变 甚至有人会觉得说 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男人要养家 有意思的是 我竟然接受这样的说法 这证明什么? 就是我没有人权平等的概念 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权利 去要求平等的对待 我不会把这样的情况当成是歧视 而是会说成重男轻女 但是重男轻女不就是一种性别的歧视吗? 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双心家庭非常普遍 而且男女平权的观念越来越盛行 因此过去 有女性单独完成家世 跟照顾孩子的现象 已经大有改变 就在我住的社区里面 经常都可以看到 爸爸背着孩子 提着大包小袋 而妈妈只要在旁边 站好带着自己的包包就可以了 也有听说 现在很多家庭是太太负责煮饭 先生就负责洗碗 这些都是因为大家逐渐有了 男女生都一样的平权观念 而造就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 要实现灵奇事这件事情 必须要从基础的教育开始 从意识形态去做根本的改变 而且需要普及化 每个人的权利 原本就是需要被尊重的 任何人都不能去歧视他人 我所说的教育 并不是只有学校的书本教育 而是在生活上 我们就要认识天部人权 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歧视 我们又该为自己 争取什么样的权利 而且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不能只有一个人知道 或是一些人知道 必须要是全部的人都要知道 才会有改变的机会 就像现在呼声很高的法税改革 在过去是默默无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方面知识太冷门 知道的人太少 媒体也不喜欢报导 但是因为发生了太极门案件 而太极门师徒愿意把自身的冤案 拿出来说给人听 教大家认识法语税 而且不是只有讲一次 是很多很多次 而且一直在讲 持续讲了26年 除了要为自己案件平反外 我认为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教育 真正的民主国家 公民应该认识自己的权利 了解人民与政府是站在同样平等的地位 懂得在被打压和迫害时 为自己争取 但一直以来 台湾的学校教育历程中 并没有相对应的知识教育 更缺乏提供相关的社会教育 比如说 一般民众万一收到违法税单 该去哪里申诉 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有什么救济制度可用 也许收到税单 就只会傻傻的去缴税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为自己争取权益 但是因为太极门的坚持 用理性合法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 引动越来越多学者专家 透过论坛为法税正义发声 也透过不同管道 例如YouTube频道 WPN电子报 或是新声报等平面媒体 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找到人权相关的知识 透过媒体的传播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谈法跟税了 法与税也不再是冷门的知识了 太极门的案件教会了我们 法律不是特殊的人才能了解的 而一般人就应该要有法律常识 也应该要知道所谓的救济制度 人民有得到有效救济的权利 而不是政府行政机关说什么 我们就要照单全收 我们也应该知道 政府机关会做错事 需要人民去监督纠正他们 避免他们歧视人民 例如税单开错了 人民去要求更正 却被税务人员用各种不同的说法退回 导致人民无法再继续的救济 或是拿没有法源依据的解释令函 作为课税依据 税务机关这样子的行为 是否也是歧视人民的一种呢 而许多的纳税人 就在这么长期被歧视的情况之下 失去应有的人权保障 还无知地认为 这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 时代迁移 许多产业也都经历了变革 但税制却跟不上时代 加上税官不懂人权 这些都是需要再教育的 国家培训 这些文官应该要落实人权与灵歧视 才不会导致行政机关 经常造成人权迫害的问题 在关注法税改革这些年以来 我也了解人权是天赋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 这个观念我也带到家庭里 一改过去权威是 帮孩子安排学习的教育 我把孩子的学习跟成长 交给他们自己规划 让自己退居补助的角色 负责跟他们讨论 跟协助完成 因此读书写功课成为他们分内的事情 他们如果考一百分是没有奖品的 但是考零分也不会挨打或者没有饭吃 还是可以出去玩 因为宪法保障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用深教分享尊重人权的想法 引导孩子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互相尊重的方法 一直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和谐的气氛 所以我相信 只要大家都能尊重人权 就可以剔造和谐的社会 总而言之 我认为要实现灵奇事 需要做到尊重人权 而尊重人权 则是以良心与爱作为基石 才能实践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陈小姐的分享 正确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才是改变的根源 天赋人权的落实 从你我做起 改变从来不是容易的 台湾也不是第一个 为争取自由和人权 付出重大代价和不懈努力的国家 然而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必须坚持到底的 最后让我们一起观赏 由荷兰杰诺特宗教 或信仰自由基金会董事 汉斯诺特所带来的 通往自由之路 今天,我们 commemorate 台湾's day of the rule of law we congratulate its citizens towards so mu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you're not alone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equential freedoms and deplorable as it is this fight is not without its necessary sacrifices the battle never ends the road is unpaved rocky with twists and turns the question is what freedoms do we seek? some assume that people are only free if they have the power to trade and make an honest living others feel the need for the right of association others again maintain that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or the freedom from persecution is paramou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 right that many seek after after all how free are we if the state controls the media or if the media manipulates the people with false information how much freedom of how abou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r the freedom from the fear of foreign oppressing powers whatever our quest it is a telltale of the limitations and fears we people experience it is an expression of societal trauma all of these freedoms mentioned are valid after all freedoms are good for both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for the nation one questions then if there were an overarching structure that could liberate a nation and set all citizens free what would that be? indeed there is such an overarching structure but certainly not it is not about lawlessness or corruption or the dictates of a small group at the top paradoxically these protections are found in the opposite namely the rule of law yes you heard me right it is laws that make people free however not just any laws not all laws are just not all law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not all laws apply to everyone equally and not all laws are enforced appropriately there is one vital prerequisite to make this system of law and order work it is that laws need to be applicable to each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equally no one has power over the law there are no elites that are above the law no one can abuse the law without a penalty no one can bribe him or herself ou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 criminal act or into the favor with the authorities t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e're talking about no state authorities no politicians no politicians how powerful he or she may be no police no corporation no government agency not even the tax authority no religious leader not anybody or no organization can change or even bend a just law without the frowning eye of the judiciary the rule of law is enshrined in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as a sacred document it becomes effective if it is enforced by the police cherished by politicians and judged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with enough teeth to enforce its verdicts judiciary shielded from corruptive political or financial gain irrespective of the perpetrator's financial or social status just as the law intended it such rule of law provides freedom for al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goes hand in hand with a strong anti-corruption policy Taiwan is number 35 on the top 100 nations mentioned in the global corruption index scale but having studied numerous corruptive acts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ational tax bureau that were overturned time and time again in a court of law one wonders to what extent freedom and liberties are acceptable in Taiwan why is it that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got away with trumped up fraud charges coercion, threats, raids an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and auctioning it off theft, imprisonment and defaming the Taiji man and its density after 25 years this case is still a hot topic without resolution it is even increasingly receiving global attention the judiciary has no grip on these illegal activities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corruptive bonuses for going after the Taiji men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justice the DITSI have not seen justice and restitution after having won so many court cases the government has not rectified the abuse of the power of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as yet and the Taiji men are not the only victims of this corruptive tax system and still no legal tax reforms have been in the courts if and when that happens Taiwan rapidly ascends to a higher rank in the global corruption index scale and towards the desired freedoms and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rights nations consists of humans, valuable humans they need to be equally protected by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courts any nation that assumes that the rights of these humans are subject to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may one day find that there is no more humans left to rule over the rule of law for each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equally remains the core of any government's mandates we wish Taiwan success on the road to freedom and liberty thank you 謝謝諾特先生 誠如諾特先生在影片中所說 法律是保障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而這個前提是 沒有任何特權人士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也沒有任何這樣的行為能夠不受到懲處與追究 本場次的論壇到此結束 希望所有的線上好朋友們持續參與與關心 今日的論壇並將這樣的訊息分享給更多的人 唯有你我都能從觀念改變起 從自身每日的生活落實起 並凝聚這樣的力量來督促政府施政 真正的零其事 要尊嚴要平等 才能在我們的手中真正被落實 開花結果 謝謝大家